請原告先行陳述 比賽開始 請原告先行陳述 時間為20分鐘 庭上好 各位好 我是原告宋代人C 我方聲明如書狀所載 依據準備程序所完成的真點整理 我方將分為三點向庭上論述 第一點 犧牲決議不具公益目的 對不起 時間暫停一下 原告你的陳述說 您的聲明就如同 您的書面所載 是嗎 是 我想請教您一個問題 在您的訴之聲明的第四項 您提到的是原告 院工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但是我以下會有一個問題 你今天的請求 主要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會有 先位跟備位的差別 也就是或者是確認 股東會決議無效 或者是備位呢 就是請求撤銷該股東會的決議 第二個部分呢 是你們請求被告 應給付原告新台幣6億元 並加給法定辭言利息 好 那麼 在你這裡面的聲明第四項 你說院工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請問是你的第一個部分的請求呢 還是第二個部分 還是說一二兩個部分 你都要請求宣告假執行 是的 停上提問 關於假執行的部分 是針對我們第三項聲明 也就是被高音給付原告新台幣6億元的部分 所做的請求 好 換句話說 你的數字聲明第四項 應該被更精緻的表達為 有關原告第三項聲明部分 原告院工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是嗎 是 謝謝提上更正 好 你可以繼續 好 那依照準備程序所完成的真理點整理 我方會分了三點 向提上論述 第一點就是剛剛提到的 細徵決議不具公益目的 我方主張應該依公司法191條規定 因為無效 那第二點呢 細徵決議存在程序瑕疵 我方請求提上依公司法189條規定 撤銷細徵決議 那最後我方將說明的是 我方不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而因此被告主張抵銷 6億元債權部分無理由 那這三點將依序由 我方訴訟代言CED來進行陳述 那先簡單跟提上介紹這個本件事實 被告叢林公司是一家 生餘良好的無實體書店 然而蝦米公司在業界封評奇差無比 導致一聽聞這兩家公司即將合併呢 被告公司的員工 債權人還有消費者紛紛劇烈抗議 叢林公司的財務長也向董事長陳大富表示 蝦米公司不時遭業界的同業起訴 也遭主管機關財閥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陳大富堅持推動合併的背後動機令人費解 原來陳大富跟王霞尼私下達成協議 王霞尼不但先轉讓自己持有5%的蝦米公司股份給陳大富 兩人更簽署異項書 約定在日後推動合併過後 會讓陳大富以大約85折的對價 取得存續公司至少15%的股權 然而上述這兩人間的利益出送 都沒有讓被告公司的股東在合理期間前窒息 且於決議當時受王霞尼實質控制的吳曉芬紹平平兩人股份 並未依法迴避 那在這種種種問題的情況下 導致呢 原告單排公司最終只能無奈被逐出 那接著我們就就第一點 確認訴訟的部分為說明 首先我方想先強調我方這個確認訴訟具有確認利益 因為這個戲真決議的有效與否 攸關原告方持股這個權益勝據 那兩兆對此既然有爭議的話 那這個原告他在司法上的地位 因為自然受到侵害而有確認利益 因此被告所在訴訟中主張 我方不具確認利益這個顯無理由 那再來我方將依序說明的是 只要是剝奪人民財產 就必須基於公益之目的為前提 第二為何呢 在本件戲真的現金逐出合併議案中 我方也主張應該具備這樣子的目的 最後我方要論述的是 本件合併還不具備前述的公益目的 而依公司法191條規定 因為無效的理由 好 首先是第一點 這個關於財產權剝奪的部分 因為人民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是受憲法財產權的保障 而憲法第15條之所以要規定 人民財產應受財產權保障 就是在確保人民他自由使用收益 並處分財產的權能 不會受到國家或第三人的侵害 而現金逐出合併的情形下 對於未佔同合併而被逐出公司 強制收購股份的這個股東來說 他的財產權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干預及限制的 而因此根據我們對財產權保障的股片理解 只要是剝奪人民的財產 就必須以基於公益之目的為前提 而我們在這邊所主張的這個目的 就是指企業併購法所稱的提升經營效率 並強化公司競爭力 那關於這個公益目的的判斷 在被告的書狀第六頁 也可以看到是採取同樣的標準跟見解 好那以下我們將說明 為何在細徵合併個案當中也應該去審酌 是否具備這樣子的目的呢 理由在於第一 本件雖然看起來的確是叢林公司 在侵害我方財產權 然而我們追根究底的來看 為何叢林公司能夠如此自益的 對我方股份強取豪奪 理由就在於企業併購法的規定 讓它如虎添翼 而國家立法作為 國家公權力行使的一種態樣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認為 這個企業併購法的規定 就是在本案中透過國家 間接地在侵害我方財產權 那退步言之 即便評上今天認為呢 在這個今天侵害我方財產權的 不是國家而是叢林公司 然而我們很難否認的 也很難想像 除了國家之外 還有誰可以凌駕契約自由原則 強行要求對方跟自己來遞約 也因此我們從叢林公司 可以強制收購我方股份的觀點來看 但其實今天從林公司 對於我們少數股東之間 已經具備類似國家 對於人民 我們的企業併購法 是哪一條有講到 有關於這個公益目的的要求 作為併購的前提 是 這個企業併購法是並沒有這樣子說 他只有說在第一條立法目的的部分 所以你不是根據企業併購法來主張 我們被告他們的行為是無效或得撤銷 是 我方所主張的法條依據在於公司法191條 而它違反的法令是憲法第15條 是說明之 是公司法194條規定 股東會決議內容違反法令者無效 那依照實務見解 這邊可以請停上看到我方附件1 所謂股東會決議內容違反法令者 包含違反強行規定 以及公序良俗的情形 這也當然包含憲法 所保障的基本權價值內涵在內 而你所方今天所主張的 是對照它違反關於財產權保障的意志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透過這個 違反法令 推定到公序良俗 然後再推定到憲法 那你現在是要我們解釋 這個併購法 還是要解釋憲法 就像2108號判決所肯認 是 有關於財產權保障 它可能是在企業併購法當中 作為併購的一個合法的前提 這樣的一個解釋 究竟是法律的解釋還是憲法的解釋 是 這個是長久以來 憲法對於財產保障的這個概念 那我再進一步問好了 你剛才提到的公序良俗 究竟這邊所牽涉到的公共利益是公共秩序還是善良風俗 這邊所牽涉到的是善良風俗的部分 善良風俗是說明之 是 平常這我們可以從兩個面向來看 這個也同樣請平常看到我方附建一 其實過去曾經有公司 透過先減資再增資的方式 達到逐出他的這個少數股東的目的 也就是說他透過多數決 透過立法賦予他多數決的這個優勢 去逐出那個排除異己的 達到排除異己的效果 那在這一號判決當中 法院就認為他就是違反了權力的這個濫用 他就是權力濫用而違反公序良俗的情形 你要知道財產權的保護 他基本上就是牽涉到我們對財產權的一個剝奪 他必須要有一個公共的利益 同時還必須要有適當的補償 對不對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對於他人財產權的剝奪 只要是不符合公共的利益 我們私人之間利益的一個爭奪 爭奪之結果不符合公共利益 同時為我們可以給他適當的補償 就違反共序良俗當中的善良風俗 是你的意思嗎 謝謝廷下提問 我方不是這個意思 我方所指的是 對於在憲靈族 我們同時要要求他具備目的的正當性 而這個公共利益 我問你好了 善良風俗當中 到底我們哪些基本權屬於你所認定的善良風俗的範圍 善良風俗的範圍 包含是不是透過以多領管 我現在問的問題就是 你現在說善良風俗包括我們憲法當中保障的財產權 那我們的基本權不只是限於善良財產權 我現在就是請教你就是我們憲法當中所解讀出來的所有的基本權 哪些是在你定義的善良風俗的範圍當中 因此可以基於公序良俗來限制我們的企業併購法的一個運作 謝謝廷下提問 其實我想所有的財產權 所有的基本權都應該納入公序良俗的探討當中 而為什麼我方會主張的只有15條財產權呢 是因為我方今天受到侵害的最主要的是財產權上面的干預 而我方所說的公共利益 並非無限上綱到對於全人類社會福祉的這種公共利益的層面 而是我們將這個公共利益限縮在提升企業經營效率 強化公司競爭力 然而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的是呢 蝦米公司過去在併購瑞利公司之後 隨即關閉大量的辦公室並資遣瑞利公司勞工 顯見蝦米公司它體質敗壞的程度 已經不足以負荷因為合併所擴大的規模 然而為什麼它今天又故技重施想併購叢林公司 甚至變本加厲的想把存序公司的名稱更名為 生育較為良好的叢林公司 可見本件合併案的背後 只是為了讓蝦米公司去購買一個華麗的軀殼 因此違反憲法第15條關於財產權的保障 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 剛才你提到的就是說蝦米公司過去的一些併購的實例 它有大量解雇勞工的問題 那這個東西呢就有違反了所謂的 你剛才所講的這些工序良俗的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氣病法的規定本來就有這一個儲蓄公司 留用不留用員工的規定 那我們也有大量解雇勞工的一些相關的法令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在公司合併的場合 只有全盤接收吸收合併公司的員工 才能夠符合社會的公益 那還是說 解雇多少比例的員工 就不符合社會公益的這一個觀點 我覺得這個地方可能還要再採明一下 謝謝您的這個說明 其實我們並不是要用過去的這個就例 來推資現代的情形 而是我們想要說明的是 這個蝦米公司它併購的意圖跟目的為何 它如果只是要購買一個華麗的空殼 來掩飾自己的惡民昭彰 那麼它在異象書中也當然通篇只是自爭劇組 在討論兩人間的利益輸送 而因此我們並不是主張說要留用多少的員工 而是主張這樣子的目的 是不合於這個提升企業經營效率 跟公司競爭力的這個目的 好因此我們主張呢 它違反了公司法197條規定 而因為無效 那接著將要訴訟代言1 來說明犧牲決議的程序瑕疵 請教一下 謝謝 剛才那個原告方的大律師 規定法的目的是在哪裡 規定法第一條的目的 就是要促進這個企業的併購 然後來提升企業的經營效率 它是為公益而存在的嗎 這邊的公益 我們用的公益目的 其實這邊指的就是目的正當性 要具備這樣子正當的目的方能為之 那規定法裡面來講 關於現金收購 或者現金併購來講 是它其中的一個類型 它是不是為規定法大的 所謂公益目的而存在 是 是 然而作為這種特殊的類型 用現金的方式主出股東 對於原民財產權的侵害 是較為嚴重的 也是我方在這個本件事項中所主張 那規定法裡面 容不容許現金逐出的併購交易 是容許的 那為什麼你會主張它是不符合公益 在本案 企業併購如果採取現金逐出的方式 是我們所肯認的 然而在本件當中 就是因為它的目的不純正 它只要純化自己手中的持固 逐出大平台公司 排除異己 而這樣子 我們希望廷上去審酌這樣子的目的 是 你是認為交易的動機 本身來講 可以作為檢視 一宗現金逐出交易 或者一般併購交易來講 它的違法與否 您問點是這樣子嗎 是 謝謝廷上 基本上是這樣子沒有錯 然後你又連結到憲法 因為本案在審理當中 四字770剛好是發布 所以你原用的四字770 作為你所謂連結憲法 四五條財產權的侵害 請問 四字770對本案事實來講 它是否可以適用 它的解釋標的來講 是否寒刮 本案 也就是你所主張的 現金逐出交易 它本身來講 具備違法性 謝謝廷上 四字770解釋做成之後 這個併購案才開始推行 也因此這個憲法 的確不在770解釋的範圍 然而就是因為 不被納入審查課題的情形下 大法官仍然做出 這個憲法未曾妥事的指摘 可見這個對於財產權侵害的程度 已經相當嚴重了 它的解釋標的有包括 現金逐出交易的違憲 它在說 在沒有符合資訊揭露 跟事後救濟的部分是違憲的 那這個部分牽扯到程序方面的瑕疵 這將由訴訟代言1 自己說明 謝謝 請問一下 你剛剛一直強調的是說 你的財產權被剝奪了 那關於你的財產權就是你的股份 那一般我們對於股份的解釋 你有用意的權利 你有交換的權利 那你有投票權 所以你的投票權有被剝奪嗎 在被逐出之後 當然上市的公司股份所表彰的價值上是投票權 在本市的交易上面 你的投票權依然在嗎 是 那你的財產的用意權你有被剝奪嗎 並沒有 所以我們主張的是被逐出之後的剝奪 那你的交換的權利有被剝奪嗎 交換的權利並沒有被剝奪 所以基本上你所主張的是 你的什麼樣的權利被現金逐出所剝奪了 是在這個病毒案如果一旦確定發生之後 我方會自此離開從民公司 可是我不是給你一個對價了嗎 所以你在爭執的是說這個對價不合理 還是說我的財產權被剝奪這件事情本身 因為我不是給你一個合理的試價 而且如果你認為不合理的話 你可以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 所以請問到底你的什麼權利被剝奪了 你的財產權上哪一個部分 你沒有辦法再使用到 好 謝謝廷商 我想關於財產的保障 是分為程序保障跟價值保障 那程序保障就是要保障財產權 它持續的狀態繼續運行 而價值保障只有在另外 狀態繼續運行 你將來能夠收到的權利是什麼 就是你的 你有收取鼓勵的權利嗎 但是如果說這個鼓勵的權利已經被還原到 現在的這個價值的話 那是不是你的財產權應該已經受到完全的保障了 我已經付給你將來 永久持續持有這個股份 你應該得到的收益 就是我們概念上有一個 這個折算回來的 你的perpetual的永久性的權利 你是不是已經得到完全的保障了 謝謝廷商 那都在於說價值上面的保障 但是我方想強調的是 基於作為股東的地位 我們可以透過在股東會表決的方式 間接參與經理 而那是一種投資手段 也是一種自我意志的展現 是 可是你的這個投票權 你在本次的賓購上面 你已經有一個投票權 那你的股權顯然是低於別人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否決這次的交易 你也不是一個經營者 因為你只有25% 所以到底有什麼樣的權利是值得法律保障的 我沒有辦法在這一次透過給你25塊 或是你認為 其實是一個價格的問題 提高這個價格 你可以去法律增值50塊或是100塊 而不足以保障的 謝謝廷上 其實今天對於財產的這個保障 不應該限制在這個價格這個層面 也就是作為一個程序的狀態的保障 其實也是相當重要 而就如同廷上剛剛所說 我們房子持有25%的股份 那麼是不是應該說 在資訊揭露的情況下 其實讓其他公司的股東 其他股東 也能在了解這些資訊之後 做出跟我們一樣的判斷 我想這是程序正義所應該 被表彰的這個價值 挺上好 各位好 我是人告訴訟代言一 那接下來我會說明 關於矽貞股東會的效力 我方主張呢 因為矽貞股東會有召集程序的違法 以及決議方法的違法 而想要依公司法189條主張撤銷 那我接下來會依依說明 這個股東會決議的瑕疵 第一個呢 是關於陳大富跟王霞迷之間 有口頭約定 以及異象書這個 此意之稱利害關係的重要內容 卻沒有與股東會前一定合理期間揭露 那我會分成程序跟實體 依照明法第56條 如果股東要提起撤銷訴訟 要與股東會當場就表示異議 而我方之零百萬呢 今天已經與股東會上 數度逼問陳大富請其揭露異象書 那應該已經該當了當場意義的要件 而有權提起第189條 那我接下來會進入實體要件的探討 也就是今天到底陳大富跟王霞迷之間的口頭約定 百分之五的蝦米公司股份移轉 以及簽訂的異象書 到底該不該當自身利害關係的重要內容 而我方認為去判斷一個資訊或事件 是否是該當自身利害關係的重要內容 可以回歸氣病法第五條第三項的修正理由 今天之所以會賦予一個董事 如果具有自身利害關係 應該與股東會上揭露呢 就是因為擔心這個董事 會優先追究自己的私益 而罔顧公司的公益 也就是說他賦予這個董事一個說明的義務 讓股東會或董事會的其他股東跟董事 能夠在知悉這個有自身利害關係資訊的情況下 做出合理的投資決定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要去判斷一個資訊 是不是一個重要的資訊呢 我們可以看這個資訊 會不會使董事有一個私益的誘因 而會影響到其他股東的投資決策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本店發生了什麼事情 王霞銘跟陳大富貴為併購公司 及被併購公司的董事長 他們在併購開始之前就已經私下會面 達成一個口頭協議要一起來促成本件併購案 而且於當日呢 王霞銘就移轉了蝦米公司 百分之五的股份給陳大富 兩日之後雙方把這個口頭約定 進而簽成一個書面化明文化的意象書 意象書更進一步的寫道 今天如果陳大富與王霞銘一起成功促成這個併購案 陳大富可以以85折的優惠價格取得存續公司至少百分之十五的股份 也就是說陳大富今天可以因為促成本件併購案 而獲得其他股東所沒有的利益 而這樣子一個極高的誘因 當然需要揭露給股東會的其他股東知悉 幫助他們做成一個審慎思量合理的投資決策 因此我方主張呢 今天對方應該要就意象書口頭約定 以及百分之五的股權移轉都在股東會前一定合理期間就做揭露 而我方今天也想要再進一步的主張 今天蝦米公司其實是有之前叢林公司員工的計畫 而這件事情也已經由財務長去速度提醒陳大富 但陳大富自知不理 而且實際上工會已經起來抗議 而這個內容是完全沒有在股東會前一定合理期間就通知我方的股東的 所以關於底上種種資訊都是自身利害關係的重要內容而未揭露 那接下來關於會議前一定合理期間的部分 我方想主張呢 依照市至770號的解釋 這些資訊不可以止於股東會當場揭露 而應該在會議前的一定合理期間就使股東知悉 而本件的情況是 我方知零百萬在會議前就已經打電話給陳大富跟他說 有市至770解釋做出來 請他揭露剛剛利益輸送的內容 但陳大富自知不理 而到了股東會的當下 陳大富也僅有揭露異項書 並沒有揭露5%的股權遺傳 也沒有揭露口頭約定 也沒有說出有員工資錢的計畫等等的資訊 所以我方認為 依照這樣子是有決議方法的違法 而應該與撤銷 好 打擦時間佔您一下 我想請教一下這個原告這邊的律師 那麼依照你們的訴狀內容來看的話 你們似乎也認為 如果要提起這個撤銷股東會決議的這個訴訟的話 首先必須要提起這個訴訟的這個原告 他必須要是在這個股東會的那個現場 他有對這個決議 他有提出意義 我先想請問一下 你們是不是也贊同這樣的一個原則 也就是必須要在當場有意義以後 才能提起這樣的訴訟 應該是吧 是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也有注意到被告的這個狀子 他好像對這個部分 你們曾經有在當場提出意義的部分 他們是提出質疑的 那麼我想直接這樣子 我們直接介入真點 到底哪一個部分的事實證據足以支持 你所謂的你們的當事人原告 曾經在股東會的那個現場 當場有提出意義 這樣的事實證據在什麼地方 麻煩你指出來 謝謝廷上的提問 那我先澄清一下 因為這個股東會決議其實是具有兩個瑕疵 那我方是主張針對兩個瑕疵 我方都有表示當場的意義 那我先就第一個瑕疵 就是針對剛剛資訊揭露不滿足的部分 麻煩廷上幫我翻到不爭執事項的第18點 那在第18點有說到 我方的董事長 也就是零百萬先生 已於股東會上數度逼問陳大富 請求其揭露意向書 而我方認為 這樣子就有該當場的意義說 他資訊揭露不足的樣貌 對不起再打岔一下 你認為說 只要在這個股東會議場上 有數度的追問 這樣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你當場提出意義 該當於這樣的概念是嗎 謝廷上的提問 那我方想要舉高等法院106年有一個判決 他說要看是否有當場意義 應該要看他整體發言的意旨來觀之 所以我方認為 今天他如果已經有數度請求陳大富 要把這個意象書給提出來 依他整體發言的意旨 就是有對資訊揭露不足這件事情 想要表示意義的意思 好 謝廷上提問 那我進入第二個當場意義程序的說明 是關於因迴避而未迴避的事由這個部分 那的確呢 在因迴避而未迴避的事由部分 我方零百萬 預起身意義的時候 被以議事錄規則11條的三款而阻止 但我方想要強調的事情是 其實今天因為民法會有56條的規定 是擔心股東任意翻覆決議 維持公司秩序的穩定 但其實在要表決之前 我方的零百萬就已經有想要表示意義 所以我們主觀上覺得 他應該沒有想要事後才翻覆 因為他當場就有這個意思 那這個呢 可以幫我參照不爭執事項的第20點 那以及客觀上 之所以我們會違反議事錄規則11條三項 其實是因為這個股東會的瑕疵實在是太多了 導致兩次五分鐘的發言時間 我方的零百萬 根本不足以去揭發諸多的議事的瑕疵 所以才會有點不可規格的影響到11條三項 那我也更想進一步的說明 11條三項其實是由允許對方的主席給我方發言時間 但我方對方的主席明明知道我們要主張一議 卻禁止我們發言 為什麼會這樣覺得我方認為是不可規格 那為什麼你們的當事人沒有在那個會議的現場 在他第一次這個可以發言的時候 就提到這個有關瑕疵的這個問題呢 為什麼要到第二次第三次他才想到 他那第一次在講什麼 第二次他在講什麼 謝謝庭上的提問 那一樣麻煩庭上幫我參照不爭執事項第18點 就是我方的零百萬呢 在兩次的發言時間都把時間發言在 逼問陳大富揭露異相書這件事情上 好 謝謝庭上的提問 那我接下來快速說明吳兆兩人 為什麼是受王霞米實質控制而應該回避 依照經濟部的函視是否具有利害關係 應該要做個案實質的認定 重點是這個投票的人會不會有害於公司 而本件中王霞米董事長一次購入公司23%的股份 事後這23的股份也都由其行使 卻於購買當時刑事登記在吳兆兩人身上 而吳兆又剛好是與他具有緊密身份關係的乾女兒跟秘書 而且打從刑事登記開始的每一個重要議案 均委託王霞米去做投票 所以綜合以上的情況 我方認為吳兆兩人受王霞米所實質控制 而應該有利害關係 三人均應迴避 接下來我將請訴送代人第一就公平法做說明 庭上好 各位好 想要先懇請庭上給我方多三分鐘的陳述時間 謝謝庭上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有我說明公平法的部分 首先強調我方對於被告方有6億元的債權可以請求 庭上可以參加不爭執事項第24點 接下來針對這6億元的債權 他方以我方有違反公平交易法限制競爭行為 因此受有6億元的損害要主張抵消 就此我方想要主張這個債權其實根本不會存在 先就公平交易法來說明 今天他方認為我方的商城服務合約第10條 以及發信的行為有限制競爭的疑慮 然而先來檢視公平交易法第20條限制競爭的 限制競爭行為的構成必須要先判斷市場結構 也就是說如果兩家業者根本不在同一相關市場 是不可能會有限制競爭行為的 今天來看請庭上參照不爭執事項第2點以及第3點 我們可以看到大平台也就是我方公司 是一開始就已經供各式商家刊登各種商品的綜合型網路商城 而他方公司根據第2點是專營書籍買賣的無實體書店 近年來部分兼營日用品 由此可知其實兩家公司的經營模式銷售商品大不相同 今天他方在書章當中也承認了我方是B2B2C的概念 而他方是B2C兩種銷售模式不同 黃論會在同一相關市場接著就算真的要認定在同一相關市場 必須要構成限制競爭行為 構成限制競爭行為 限制競爭行為必須要有相當市場力量 今天他方認為我方高達15%其實也是誤認了事實 畢竟我們可以看到在事實當中不真實是這樣第3點 我方的市占率是在12%到15%之間依照公平會的會議紀錄 其實未達15%應該推定不具有市場力量 接著在行為的部分 我方的發信以及合約內容 庭上可以參見附件第一點 其實我方是在維護商業利益的情況下 才會希望他方可以斟酌合約 以及讓我方來維護自身利益 因此在行為部分 他方也還沒有充分舉證有何限制競爭行為之餘 最後他方的損害是以2018年12月2號的營業額減損 這時間點之後全部歸在我方的發信行為顯然沒有充足的相當因果關係 再者他方的損害額以6億元皆是營業額的減損 營業額的意思應該是要再扣除營業成本計算盡利率 然而以此皆主張是我方造成的損害賠償額度 在他方為證明相當因果關係 為證明損害額 並且最一開始的限制競爭構成要件皆不該當的情況下 恳請庭上不回他方請求 並且根據我方辯論意志以及書狀 判與我方勝訴判決 謝謝 時間到請被告進行答辯 時間為20分鐘 停上 對照律師好 我是被告訴訟代理人B 針對原告主張我方答辯聲明如書狀所在 請停上參考書狀的第一頁 針對原告主張我方將以下順序為提上說明 首先我將為提上說明本件的程序事項 再加上原告的先為主張 接著將訴訟代理人B 為提上說明撤銷股東會決議部分 沒有因揭露而未揭露的資訊存在 參與投票之人也沒有因迴避的情形 最後訴訟代理人D 將為提上說明公平交易法的部分 以下由我先為提上簡單說明我方的立場 四位人蝦米公司董事長王蝦米 想把蝦米公司和叢林公司進行吸收合併 兩公司分別通過董事會以及股東會之後 發生了本件的爭議 而我方立場認為一本件合併案沒有違反 市政770號解釋的公益目的 也沒有違反民法72條公序良俗的意旨 第二本件沒有利害關係資訊未揭露的情況 三本件參與投票之人都沒有因迴避的情形 最後我方認為原告簽署商城服務合約 以及方性的行為構成公平交易法上 杯葛行為以及獨家交易行為 首先讓我先就本件程序事項為提上說明 原告所提確認股東會無效之訴 並沒有確認利益 請停下先參考附件四的第四頁 最高法院107年台上次1834號判決 這個判決有說到 市字770號解釋的資訊揭露義務 本身是一個股東會決議方法是否違法的問題 也就是說即使被告有違反市字770號解釋 也只是股東會決議得否撤銷的問題 根本不會發生股東會決議無效的這件事情 所以原告主張的法律上地位不安的危險並不存在 所以本件沒有確認利益 原告也主張撤銷股東會決議 但依據準備程序所作成的爭點爭議 此部分 原告應該就口頭約定的部分揭露與否進行爭執 然而原告卻是針對股東 而股東會上意向書本被用及時揭露這件事情爭議 所以顯然是違反了民事訴訟法第196條以及276條的規定 不可以提出主張 就算可以提出主張 原告以欠缺當市人的事格 在資訊揭露方面 因為原告代表人零百萬確實已經出席了被告公司的董事股東會 在股東會上也沒有對於即時揭露這件事情為意義 所以而且在陳大副說明一項書存在以後 也沒有再對即時這一點去做成意義 所以我方認為其實零百萬並沒有做即時的意義 在迴避的部分首先請請上參考原告書狀第11頁所援引的 73年台上595號判決 這個判決原告認為說可以反面的推之到股東在不可規則於己 沒有意義的時候還是有當審視的 然後我方認為這個判決並沒有論述這樣的意志 還請原告再補充說明 再者零百萬已經數零百萬在零百萬的數次發言 零百萬在股東會上已經進行數次的發言 卻沒有對於因迴避而未迴避的情形提出意義 就如同剛剛提上所請問原告的問題 原告在數次發言的過程中 沒有一開始就對於這件事情去做意義 當然不可以在事後爭執股東會的效力 基於以上的理由 我方懇請提上依照《民視訴訟法》249條 第1項第6款撥回原告的主張 接下來就實體理由部分 我將分為三部分為提上說明 首先針對原告主張現今逐出合併是國家間接侵害財產權的行為 我方而應該在個案中追求公益目的 然而國家對於財產權的干預 是指國家本於高權行為對人民所做成的基本權限制 如果是人民影響到另一個他人的財產權 這應該是基本權第三人效力的問題 兩者並不相同 如果認為國家立法所允許的司法行為 都會落入國家行為的範疇的話 那麼所有的司法行為都將是國家行為 所以現今逐出合併既然不是國家本於高權 所對人民的財產權所做出的限制 自然不會需要具備公益目的 第二 市自770號解釋不應該適用於本件 就如同剛剛庭上所發問的 市自770號解釋的解釋標的 是針對91年制定的企業併購法第四條第三款 以及十八條第五項 這些規定目前都已經進行修正 大法官也沒有對現行法做成違憲的預示 懇請停下依現行法為判決 再者 大法官解釋並不是公司法191條所說的法令 原因是因為大法官的意旨如果要用在民事判決中 作為行求權基礎應該要以間接導入的方式間接適用 所以因此我方認為說在這個部分 本件不可以適用市自770號解釋 第三 本件合併案也沒有違反公益目的 以及公序良俗的部分 首先要回憶一下原告剛剛在陳述的部分 有提到的高等法院106年上次1158號判決 他方提到說這個判決的案例實施是減資 但請庭商特別注意的是 這個判決減資為什麼會違反公序良俗 是因為法院在這邊認為大股東是用 絕對優勢的股權地位迫使小股東離開公司 但是我們反觀本件在事實第22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陳大富是叢林公司的董事長 是叢林公司的大股東 但他卻自願迴避 從頭到尾他都沒有行使過表決權 那當然也沒有大股東壓迫小股東這樣的情形發生 沒有違反公序良俗 最後本件的合併案之所以沒有違反公益目的是因為 原告主張合併案沒有辦法達成強化公司經營體質 提升公司競爭力的目的 但是依照不爭執事項第9 陳大富在收到合併要約以後 必須要將存續公司改名為叢林公司為條件 才答應合併案 這就是因為陳大富認為只有改名這件事情 可以延續叢林公司的品牌價值 並且達成合併後企業合併的縱效極大化的效果 市占率也可以因此提升到13%到16%之間 所以合併案對公司未來發展是極好的 沒有違反公益目的也沒有違反善良風俗 接著張蘇桑代理人 一為廷上說明撤銷股東會決議的部分 謝謝廷上 背告蘇桑代理 你剛才提到就是蝦米公司合併了以後 因為吸收合併完了以後 他會改名為叢林公司 其實就是為了整個公司的這一個 為了叢林公司的商譽的延續等等 我不太清楚 因為在這個案子裡面叢林公司的所有股東 是被cash buy out 那延續叢林公司的商譽 那獲利的是哪些股東 這一點可能你們要說明一下 就是延續叢林公司的這個商譽的部分 那再來一個就是有關這個陳大富跟這個王霞銘之間的這個意象書 還有他的股權交易的行為 那在合併案之前 轉讓了5%的股權給這個陳大富 接下來才有合併案的討論 那我想問的是 那我想問的是 這5%的股權 它是用股票的面額10塊錢移轉的 但是叢林公司給這個小股東 現金足出的價格是每股25元 這中間有15塊錢的價差 那這15塊錢的價差是 但是目的是什麼 那為什麼只有一個大股東 可以享受這15塊錢的價差 它是屬於現金對價的一部分嗎 還是說是什麼樣的對價 我想這個要麻煩 我們背靠這邊說明一下 謝謝提上提問 請容我先針對第一個問題去做回答 第一個問題提上提問到說 在商譽延續的部分究竟是誰獲利 我方認為說 就像如同原告所主張 我們都希望公益目的 是可以達成未來在公司經營發展更好 然後對社會經濟更好的這個願景 所以我方認為說 的確最後在商譽延續以後 獲利的公司就是未來的存續公司 也就是未來的叢林公司 名為叢林公司的這個公司 那針對提上第二個問題 就是意象書的這個部分 意象書在一開始在還沒有簽訂前 已經有先移轉5%的部分 那我方認為說這個地方其實 因為王霞米是直接轉讓這個5% 其實就價格部分 是從事實裡面沒有提到的 那如果提上認為說這個部分 就是一般股東是以25元的方式去做對價 其實這兩件事情是完全獨立的兩個事件 因為原本在移轉那個部分的時候 是移轉蝦米公司的股份給成大富 而後面我們說到的換價部分 就是現金逐出的價格25元部分 這兩件事情其實本身是沒有關聯性的 最後這兩個問題回答挺上 謝謝挺上 您舉了這個公司法178條 然後這個關於董事應迴避的利害關係 所以他應該迴避 然後呢206條 所以股東會是準用這個規定 您也舉了最高法院的判決 所以堅持主張利害關係認定 立即直接 爭權力的這個義務的變動 作為你主張的基礎 而且一貫 貫穿所有的 關於本案 關於公司法 欺品法的這個爭點上面 然後你舉到了異項書 在異項書的部分來講 你提了一個 這個證據來講 是最高法院 關於綠點案的判決 那綠點案的判決呢 它是有一個 就是不具拘束力的 這個LOI 這個Vetor Intent 異項書 跟本案來講是相同的 本案 這個他們的第 應該是第八款吧 他講說是有君子協定 對地上不生效力等等 所以用於不同 所以 那 請教你 在綠點案裡面來講的話 最高法院認為 這個不具拘束力的異項書來講 是不是就是 如市面上認定 就不具法律上的效力 還是他是怎麼認定 他是從實質上認定 對不對 那個案子來講 把這個最高法院的見解認為 應該要從實質的 這個內容來講來去看 是否構成 這個是簽到 證交法157之一的那個 重大消息的構成 這個原告方來講的話 在書狀裡面也主張了 本案在這個股東會的進行期間 不管是主動或者被迫 其實 這個陳達福揭露了一些事實 反正揭露事實裡面 包括在異項書 以及異項書裡面的內容 那這部分是不是已經 有明確 有立即的事項 依照這個法理 我說依照這個法理 那為何你們在異項書的這個 面解上面來講 採取的立場 不是像你們使用 一百 格斯法178條 那個立即跟直接 同樣的標準 有沒有自相矛盾 這邊的部分 還請挺上先聽我方 訴訟代人依舊這幾個論點 先做完成述 那由訴訟代人依舊 我聽上剛剛的提問再請補充 謝謝 請上好 我是訴訟代人依 接下來由我說明 我方對於資訊揭露 以及利益迴避等 抗辯理由 以下本有五點說明 第一點 我方認為 王霞米 以及陳大富之間的 口頭約定 以及異項書 都不是利害管理資訊 而無需揭露 我方認為 依據770號解釋的要求 公司確實要揭露 董事及股東 有利害關係的資訊 給股東知道 而利害關係的解釋 我方采取的是 具體直接的權利物變動 也就是指 舉例而言 公司在進行股東會決議時 公司與股東獎進行交易時 如果股東會決議通過後 會導致股東的權利物變動 此時我們應該揭露股東為何 以及導致權利物變動的原因是什麼 而在本件中 黃霞銘與陳大富的口頭約定 以及異項書都不會是利害關係資訊 原因是因為合併是經過一連串的流程 以及程序所發展的而成的 口頭約定的時序比異項書更早 約定的內容更加的不明確 並沒有明確約定陳大富將於何時取得股份 以及取得多少股份做明確的約定 可見雙方還在磋商的階段 並沒有辦法使陳大富以及王霞銘 產生具體以及直接的權利物變動 而異項書的部分 陳大富以及王霞銘 在異項書的第七條 已經明文約定是君子協定 並且對外的5G樹立 講就是說它是一個過程中的一部分 而且還在商談磋商不明確的狀況底下 那為何有一個5%的股權的移轉 是 這就是君子協定的本質 君子協定的意思就是說 雙方對於這個契約 是沒有辦法依法律去執行的 而契約履行是要看雙方當事人的道德 也就是他們根據自己 是受到道德基礎去履行這個契約 而不是因為法律上的層面去履行契約 而之所以有這5%是因為王霞銘 才要展現他的誠意 我想原告這個律師提出來 我們如果有產銘的話 就是他認為這中間可能會有對價 這個 為什麼5%的股權的移轉 不能作為或者不能使用 或者不運用來所謂君子協定去安排 為什麼立即要去做移轉 這部分我們稍後會補成 所以 對不起 我想要請教一下 你剛才特別提到這個第7條說 雙方同意本義相書 其他條款都是構成君子協定 所以對於當事人之間不具居宿力 只有道德上的居宿力而已 後面又說對於外界不深居宿力 我看不懂什麼叫做對外界不深居宿力 你我雙方所簽訂的一個契約 具有居宿力 一般而言是不會居宿第三人的 對於外界不具備居宿力的意思 請你做一下解釋好嗎 對於外界不具居宿力 是因為今天這個異相書 並不是一個合併的異相書 也就是這只是雙方間董事長的對談 他們並不是代表公司的身份去做 所以他們對外的居宿力 不會產生對外居宿力的意思是 他們今天不是以公司的 兩間公司要談這個異相書 進行去說明的 你們第六條說 因本異相書所生的一切爭議 雙方同意交付條件或仲裁 你們準備要交付一個沒有居宿力的異相書 請我們的仲裁協會吧 來組成仲裁庭 來裁決你們不具備居宿力的異相書 依據第七條他們雙方的約定 他是認為全部的除了保密協定以外的條款 都不具居宿力 所以我方認為他應該是不能去 向仲裁庭去請求仲裁 你能夠在一個契約當中選擇說 某些具有居宿力 某些不具備居宿力 雙方當成如果就契約的意思表示已經核置 確實已經成立契約了 如果雙方已經就契約效力做明確的約定的話 那應該是指他們有高度的履約的情形 或者是想要未來發生其他權利義務的可能性 可是並不代表這個契約就有契約的效力 他們就是想要就是因為現在正在磋商的階段 所以他們採用這種方式 延續確立雙方未來意向進行合作 某些議員 這個七月二有七月的居宿效率 它的必要支點是什麼 就合併的異項書來看的話 必要支點就是合併的架構以及合併的價格 而在本件的異項書當中對於合併的價格並沒有明確的約定 還要帶兩邊的董事會請求專家鑑定去鑑定一個價格之後才完成 所以本件的異項書也沒有達到必要支點核置的情形 我們在很多跨國的商務契約當中會看到 這個買賣雙方對於交易標的的價金 會依據未來的市場價值 來這個由譬如說出售方 他要provide from time to time 就是按照當時的市場價格 我們會再隨時提供我這個商品這樣的規格到底是多少錢 這個算是不具備拘束力的一個七月關係嗎 如果雙方對於這個價格有約定說未來會以當時的實價去做判斷的話 我方會認為已經可以確定 可是但本件並不是這種情形 是 所以異項書並不是具有拘束力的 不會對王俠民以及陳大夫產生權利異物的變動 所以我方認為口頭約定以及異項書都不是利害關係資訊而無需揭露 第三點 第二點 關於王俠民是不具利害關係的 可以代理吳曉芬行使表決權 如剛剛所述 公司法第178條規定有利害關係的股東 是不可以代理他人行使表決權 也不能自己行使表決權 而原告於書狀中引用的91年數字3521號判決已被廢棄 跟關於利害關係的解釋應該採取具體直接的權利物變動 而王俠民與蝦米公司的人格並不相同 王俠民並不會因為蝦米公司有權利異物變動 而導致王俠民有權利異物變動 所以王俠民並不具利害關係可以代理吳曉芬行使表決權 第三 蝦米公司也可以代理趙品平行使表決權 蝦米公司雖然持有被告12%的股權 並且會產生權利異物的變動 但是依據企業併購法第18條第6項規定 公司只有其他參加合併公司的股份 還是可以行使表決權的 所以蝦米公司不適用公司法第178條的規定 可以代理趙品平行使表決權 最後回應剛剛原告說明 吳曉芬、趙品平是受王俠民所控制的 而在現金實務下 股東委託他人的行使表決權 或是徵求委託書都是常態的事實 並且請同樣參照不爭執事項第2點以及第8點 吳曉芬跟趙品平他們持有公司股票 並且也對股票進行收益、收取鼓勵 此外他們就是因為信賴王俠民的專業考量 因為王俠民就是在市場中的經營決策者 所以他只會在重要的事項委託王俠民去行使 他對於一般的議案 他還是有去參加 還是有去股東會行使表決權 所以說原告以吳曉芬、趙品平長期委託王俠民行使表決權 進而推入的是控制關係 我方認為顯無理由 最後總結訴訟代言B以及前述的說明 我方的合併案是符合公益目的可以達成促進競爭力以及提升經營體質 並且原告要求的議項書以及口頭約定都不是利害關係而無需揭露 並沒有違反市制第770號解釋的要求 以及吳曉芬、王俠、吳曉芬及趙品平的股份 都可以在股東會中行使表決權 並沒有違反公司法第178條規定 原告主張顯無理由 接下來關於原告成立限制競爭行為 要不損害平常責任的理由 由訴訟代言B繼續會提上說明 我們一連串講下來 就是說合併是一個流程 那你剛剛一直討論的是說 之前有一個議項書 那之後呢 這個有要到股東會的決議 這中間有沒有欠缺了什麼東西 是說能夠讓這個合併還是有效的 就是說雙方有沒有什麼樣的文件 是可以另外提出來 然後讓我們知道說 雙方確實是有意願進行這件事的 除了股東會的決議跟董事會的決議之外 請問一下這個案子有簽合約嗎 這個我們在召集通知的話 應該是要揭露 因為合併契約是要在召集通知時提供 所以我們已經提供合併契約在股東會決議上 供股東去參考 好謝謝請上 請上好我是被告的訴訟代理人D 以下就我方主張原告的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 負損害賠償責任做說明 而我方同時以此損害賠償債權 與原告費用刑償債權做抵銷 容我未提上分成三點做說明 首先原告的行為構成了獨家交易以及杯葛行為 原告與零售業者簽訂商城服務合約 限制零售業者選擇交易對象 屬於獨家交易條款 而事後原告發信促使零售業者履行約款的時候 斷絕與我方的交易 因為信中又特別指明到了我方的名稱 可以知道原告是針對特定的事業 構成杯葛行為 第二原告與我方屬於相同市場 原因在於養造的產品相似 都提供了書籍雜誌日用品等 並不是像如同原告所說的 我們兩者賣的商品是不一樣的 再來兩招的服務相似 我們都提供了商品訊息給消費者 讓消費者能體驗更便利的商城服務 這項活動 並且幫消費者審核商品的品質 再來我們都有提供零售業者系統技術上的協助 並且請停上參考備證物 我們都有提供一個平台 讓零售業者上架 也就是說兩招都是一個平台 並不是如同像原告所說的 我們是B2B2C 或是我們只有監營B2C的部分 還有最後原告與發信通知零售業者時候 內容特別提到說 我方是與原告競爭網路商城 此部分請停上參考備證事 可以知道原告主觀上也認為 我方與他同樣屬於網路競爭的商城對手 因此是屬於相同市場的 我們可以中以上的說明之道 原告與被告服務及產品具有替代性 兩者屬於相同市場 第三點 原告的行為有限制競爭之餘 並且也已經對於市場以及我方造成嚴重的影響 於本件中 原告要求所有零售業者履行約款 並且與他們簽訂約款 沒有個別錯商的空間 況且約款中第四行已經特別提到 原告得單方剝奪零售業者與其他平台業務往來的權利 可以知道原告有使零售業者被他拘束 進而無法轉換交易對象的限制競爭意圖 另外原告於發信促使零售業者履行約款的時機 剛好特別選在我方即將與下面公司合併的時候 可以知道原告是基於俠院報復 想要破壞我方合併案的這個行為 所以他的目的其實是為了損害我方 並不是如同像原告所說的 發信只是為了提醒零售業者履行約款 於市場地位的部分 原告的市占率極高 請教一下 在這樣的發信的行為做成之後 有沒有任何一個廠商通知原告說 他準備要加入你們的經營行列 然後被原告禁止的實際的施政 是 請停上參考備證5 關於小失王公司對我方的回覆 他在信件中已經特別提到說 他是為了避免與大平台公司的違約 才會選擇不與我方進行商業上的往來 這就可以再再證明 原告確實是透過發現這樣的行為 來限制零售業者選擇交易對象 你證明的是小失王的行為 對不對 題上的意思是 小失王發給你們的信 大平台發給小失王的信 是是是 是吧 是是是 所以是小失王告訴你們說 他們有考慮到擔心跟大平台之間的關係 所以就不跟你繼續經營了 但是並不是大平台禁止它 跟你們從事這樣的一個交易行為 對不對 對 是 但是大平台是透過他們的市場地位 挾持著他們的時機 以及等等的情況下 才會讓小失王做出這樣的判斷 並不是小失王有自由的 充分自由的情況下 才可以選擇是否要與我方進行交易 而是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照合一切的情況判斷下 才能得知說 其實他們一切都是受到原告的脅迫而來的 好 那容我繼續為庭上做說明 於市場地位的部分 原告的市佔率極高 約為百分之十二到十五 是台灣地區市佔率最高的網路上層 近年來穩均市場的龍頭 而且原告的使用者眾多 聲量極高 顯然具有相當市場地位 於市場結構的部分 扣除原告以及下一名公司 其他業者的市佔率均低於百分之十 可以知道這個市場是較為集中的 容易生限制競爭的效果 最後與旅行對於市場影響的部分 原告要求所有零售業者遵守的合約 並沒有讓零售業者得隨時終止契約的約定 想要讓零售業者遵守他們的約定 造成封鎖效果極高 而最後導致一千家我方的合作對象 與四千家我方潛在合作對象 斷絕於我方的往來 並最後造成六億元的營業額的損害 最後以上為我方的答辯 肯請庭上是與我方有力的判決 事實庭上 你們是時間還沒有到的時候就終結了 但是我想這邊審探長還是再詢問一下 因為我們剛才在原告主陳述的時候 原告希望我們再給原告三分鐘的時間 那麼何玉婷也答應了這個請求 那今天雖然你時間還沒有到 你自終終止 那我想問一下說 被告這邊需不需要再跟庭上 我們在這邊給你們多三分鐘的時間 還有沒有在剛才的陳述的過程之中 有些是草草帶過還需要詳細解釋 有沒有這樣的需要 當然如果你們真的覺得沒有需要 也是可以不需要再多給你們三分鐘的 你們可以表示一下一千嗎 是 如果我在繼續為題上做補充 像如同剛剛原告所說的 B2B2C或是B2C這類的平台 確實有可能是不太一樣的經營模式 但是從消費者角度而言 他們想要選擇的是哪裡有便宜的促銷活動 哪裡的運費比較低 哪裡的可能版面配置比較好看 所以這樣根本不是說 兩者可能營運模式有點不一樣 就把它區分為不同的市場 所以從消費者角度而言 這兩個都是他們可以替代的市場 代表說這兩個的服務需要替代性 當然是屬於相同市場 而且我方確實 無論是B2B2C或B2C 這兩者我方都有接您 這部分可以請庭上參考 小失望公司對我方的回應 請庭上參考備證5 他特別提到說我方有向他們收取刊登費 那可以在在的證明 我們確實是個平台業者 對 那確實也可以證明 我們確實是個平台業者 如同我剛剛向庭上所說的 大平台公司跟蟲林公司 還有蝦米公司的所謂市占率的問題 請問那個市占率是如何 根據什麼依據來計算出來的比例 你們所主張的 是不是就是這個市場 market share一般計算出來的 那個市場地位是同樣的範圍 我方認為這邊市占率的計算 可能是都包括了 零售業者的刊登數量 以及消費者的流量 綜合去判斷的 因此不能說市占率是透過零售業者 或是消費者任何一方的多寡 來判斷說這個市占率的高低 所以因此 所以市場的界定是應該更寬還是更窄 我們認為應該是要更寬的 是要同時包括零售業者 幾消費者兩者去做衡量的 並不是只能單從一方去做論文 你更寬的話 你的比例市場力量計算就會更小 但是在這個那麼寬的情況之下 原告還有達到12%到15% 那不就代表說 原告確實具有相當市場力量 更可以證明說 原告確實在這個市場 是相當有地位的 是 謝謝廷上 那我的陳述到這邊告一段 我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們主張來講 6億元的損害非常 你這6億元來講的話 是你營業額的損失 還是你利益的損失 是 所以你的損害非常範圍到底是什麼 是 這邊像廷上說明的是 我們是以營業額的損失作為計算 但是在營業額與利潤所得出來的計算後 其實得出來的結論都會是6億元 原因在於兩年間的成本 不太可能會有多大的變動 所以即使是以利潤來計算 你講的是營業額跟你的利潤 跟你的利潤兩者來講 其實相差不大 或者根本是等同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是 所以 這跟一般的會計認知 是 好 待會我們就不評論 那這邊在請停上 依公平交易法第31條做很左 謝謝停上 好 那我的陳述就到這邊 現在進行綜合提問 請裁判進行提問 時間為35分鐘 交一下原告 其實也在一定程度上 接續上面的 前面提到的這個 憲法的問題 我可能分兩個部分來問 第一個問的部分就是 這個基本權全部都在我們公司法的這個違反法令的這個範圍當中 是你們最後的結論嗎 這個財產權我想是跟本案最為相關的 所以我們才會不知主張 至於其他基本權 由於剛剛提到的 如同被告訴貸B所提到 本案沒有存在國家的高權行為 然而我們從從林公司它可以凌駕契約自由原則 強制收購我方股份的觀點來看 其實今天從林公司與少數股東之間 已經具備類似國家對於人民的強制命令與支配關係 而既然對於財產權剝奪的強制性效果 跟國家行為已經可以等量齊觀 所以自然在於這個 對國家行為公益目的的要求 我們也是請求庭上等同市值 這也是我們為何主張憲法基本權的一個原因 是怎麼選出財產權的 這個財產權的一個選擇 是要由本庭來進行決定嗎 那是不是我們在是由本庭來解釋憲法 哪些東西是屬於你們在司法關係當中 可以直接適用來規範當事人之間的行為的 是 這個平常 其實我方認為剛提到這個 林駕契約自由原則 所以除了財產權以外 也有自由權受到一定干預 那依照我們不爭執事項 第二十七點的爭點整理 我們是主張財產權是違憲被剝奪的 也因此我方的主要陳述是限縮在這個部分 我記得看你們的訴狀 好像你們本來講的是公共秩序 是 你們需要修正嗎 其實公共秩序是包含這個 現行社會及經濟法律所概括的價值 所以包括善良風俗嗎 事情上我剛剛有提到的是兩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是他們違反財產權保障 這個部分是公序良俗的部分 那這個他們的利益不純 動機不善 這個是違反善良風俗 所以其實這是一體兩面 由於他們的行為 今天的動機是 我方認為是不佳的 也因此他們配合這個不佳的動機 在導致剝奪我方財產權的這個效果 是同時違反公共秩序以及善良風俗 讓我整理一下好了 是 我個人認為我們憲法法是要規定 我們的法官審判本來就應該要依照法律為之 那這法律辦的解釋就不包括憲法 那麼現在當你要我們隱居憲法當中的基本權 來解決本案的爭議 似乎是要本庭直接去解釋憲法 來處理當事人之間的私人爭議 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疑問是你把民法當中的概括條款 這個公序良俗 把它涵蓋了這些所有憲法當中的這個基本權 在我的感覺上似乎你的民法位階已經高於憲法 就是當我們在沒有經過大法官的解釋說 我們的這個基本權都是屬於公序良俗的範圍 你們卻依據公序良俗說 我們的憲法當中的這些基本權 都是屬於公序良俗的一個範圍 所以似乎是要我們宣誓民法當中的這個概括條款 公序良俗已經高過了憲法的一個位階的 不代大法官會議的解釋 就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一個結論 那在這個方面我也覺得困惑 是不是分別簡單解釋一下 老師我們回答庭上的兩個問題 那就如同剛剛被告訴代B所提到的 其實我們要主張在個案中有憲法的違反 其實我們不敢冒盡要求庭上去審索憲法是否適用 我們現在要主張的其實應該是基本權的第三人效力 也就是為何我們可以主張民法 好 七十二條 是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 你講到言論自由是一個基本權 那我們的契約權力 契約自由是一個基本權 財產權也是一個基本權 但他們的權力強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假設我們現在憲法在約束的對象 是政府的行政規範或者立法行為 他會因為他權力強度的高低 他適用的違憲審查標準是不一樣的 那麼作為一個憲法上面的強度較低的基本權 也就是所謂的財產權 一般而言我們的這個違憲審查 是會用最低度的違憲審查標準 不論是德國的法制當中的最低度的違憲審查 或者是美國法制當中的這個最低度的違憲審查 其實是出現在我們的解釋當中過 那麼如果本院認為財產權的一個剝奪 可以講究公共利益 而且必須要給予適當的補償 我們假設可以直接適用 一般的立法機關在受到這個財產權的一個剝奪的憲法上限制的時候 他用的是最低度的違憲審查 那在本院的要必須要處理這個案件當中 你們主張被告剝奪了你的財產權 我們是要用什麼樣強度的違憲審查的標準來進行 謝謝廷上我們就結論上而言 是用比較低度的去審查沒有錯 所以在公益目的儀的要求上 也不是如同像土地徵收那般 400號解釋 440號解釋 所謂為公用為公益之目的 而是只要提升個別公司的競爭力 這樣就可以了 也就是在目的正當性的審查上 是用比較寬鬆的標準去做個案的判斷 那這樣子的見解其實也並非我方所獨創 也不是我方強行要求在司法的這個體系下去 去做這個憲法的解釋 這到底說你用比較寬鬆的標準 產生的結論是什麼 就是被告現在在併購的這個 在進行這個主廚併購的時候 他不需要那麼嚴謹的符合那些條件 是在公益目的上的放寬 當然這個 當然是在公益目的上的放寬 那至於這個資訊揭露以及事後救濟的方面 一樣是要遵循四字七百七少解釋所揭示的意志 這個我們認為是可以就是拆分來看 是兩個不同的要件 按照大理事的主張的話 可以這樣連結的話 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民事訴訟 有哪一件民事訴訟不牽涉到財產權益的侵害 如果照你的這個推論來講的話 是不是都是產生憲法15條財產權的保障問題 等案跟其他民事訴訟有哪一點不同 好 謝謝庭上 我想 就正是因為這是民事的這個案件 所以我們才會請求庭上 依照這個民法第一條這個法理來審判 也就是說 今天同樣是多數決 因為我們所主張的是不可以透過多數決的方式 去以強凌弱 那今天同樣在土地共有的情形 其實 土地共有人他持有的是應有部分 那我方持有的股份 本來就可以就這個股份去獨立而自由的使用收益並處分 就在這個第一個層面上是不同的 第二點 土地共有人他的土地 因為我們提問在這個階段會佔時間 所以我不想問太多 也不想讓你序量去發揮 我們還是回來的 其實我就簡單問你 本案來講的話 關於民事上面產生的糾紛 財產權的這個這個 當事人的增值 這個案子為何要去適用施字770 好 謝謝庭上 這個案子我們不是要求庭上適用施字770 在公益目的 也就是目的正當的這個層面 我們要求庭上的是審讀 是公司法197條 以及憲法第15條 那至於說 為何這跟一般財產權不同 這個在於本案中存在一個強制性的剝奪 也就是已經具備類似國家行為的這個概念 是 好 謝謝庭上 我想繼續問一下 就是說一直提到的是關於公益性 可不可以再瞭解一下說 到什麼樣的程度才能夠使得 現金逐出的合併達到公益性 到底是為了誰的公益 那實務上是不是有什麼案子 是你可以提出來的 這樣的合併確實是具有公益性 而可以在這個被支持的 如果說 在實務的成立上都沒有看出來說 這個併購的案件 現金逐出的案子可以達到什麼樣的公益的性質的話 那為什麼在我們這個案子裡面要特別 以這個觀點來看 就是說因為這個案子不具有公益性 所以應該是無效的 好 謝謝庭上 庭上剛剛提到了應該就是說 有沒有司法上的個案可以予以佐證 那我們這邊就請庭上看到我方的附件五 這一樣同樣是一個現金逐出合併個案 而高等法院的判決並沒有遵守到 要需要這個合併基於公益 基於目的的正當性以及遵循正當法律的要求 是 那於是呢 這個107年的183少判決就廢棄原審的見解 要求他們依照這樣子的這個正當保障去進行審判 那這我想就是其中一個這個司法上的這個判決 那第二點就是回到說為何現金逐出合併 的確是存在私人跟私人的私經濟行為 也需要有公益目的 然而我們對公益目的的想像 並不是如同土地徵收那般的虛無飄渺或者寬廣 而是限縮在這個 只要是可以提升這個個別公司的競爭力 我們認為就有目的正當性 也就是公益目的 也就是我們對公益目的的想像 其實是已經跳脫於以往的這種框架 只要是基於目的良善就可以合法而不違憲 但是將來叢林公司發展的狀況 以及是不是能夠因為它擴張了市占率 促進競爭 然後帶給消費者更多的權益 這些都是之後才會回頭來看的事情 那我們如何在現在就說 這個東西一定不具正當性 或是一定不具公益性 對對對 就正如廷上所說 這個合併後這個經營效率是否提升 或者市占率是否擴大 其實我們現在很難去做預測 但是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是 他們的目的其實是動機不純的 也就如同剛剛宿代 第二位宿代所提到 這個異象書 他們簽署的異象書 是存在於成、王、兩人之間 而一般公司的併購案 他們所簽訂的異象書 應該是兩家公司作為主體去進行締約 而因此這個合併案的目的 難道只是如同這個異象書說的 你什麼時候要給我5% 你什麼時候要再給我10% 我們這個異象書對外不深居住力 那這個反面解釋是不是說 對內會有一定的效率會發生 是我們因此而考量 即便在合併案還沒推動 還沒成功推動 我們已經可以知道的不是結果 而是他們的目的是不良善的 謝謝 那個我再提問一下 我想原告這邊任何一個便宜 都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依據你們的書狀的內容 你們的第一個部分的請求 有關它的鮮味聲明部分 也就是主張這個股東會的決議是無效 你們的依照你們的書面文字的話 是說依據世自770號的解釋的意志 因而產生出來說 必須這個讀出合併 應該要具備公益為目的 作為它的必要 但是剛才我們這個姚法官 追問你們的應該是西的這一位大律師 好像他又說並不是依據770號解釋 而是直接就是依據這個憲法15條 還有依據公司法191條 這個讓我們覺得有一點點混淆 我想稍微澄清一下 請你們具體的說清楚 你們這個鮮味聲明 也就是主張有關這個股東會決議是無效 你們到底是依據世自770號它的解釋 還是不是依據世自770號的解釋 如果是依據770號的解釋的話 請你具體的指明是在這個解釋的哪一個部分 還是你依據的只是這個解釋的 協同意見書的內容 而不是依據解釋的內容 能不能麻煩你們具體的講清楚 事情上我方這邊非常的清楚 其實世自770並沒有真的要求個案需要具備公益目的 這樣子明文的方式 但是呢在我方針對整理也就是不爭執事項第27點當中 我們提到的一世自770號解釋是指 1770號對於憲法第15條財產權的解釋 也就是說我們都知道770是一個特別針對 這樣私領域之間的財產權去解釋的 那從行文方式可以看到 大法官就算在強調程序保障 其實也不斷的在強調原則必須是 企業尋求發展 再進一步權衡程序保障 藉由這樣的意志 我方希望引用到個案上 也就是在個案已經沒有企業尋求發展這樣的目的 更遑論有程序保障 因此應該判決這個決議是無效的 謝謝 再打岔一下 這個你剛剛所引用的27點 是不是這個比賽題目22頁那個27點 我還是要跟你講 27點所載的內容 並不屬於不爭執事項 不爭執事項應該是27點以前的 這個27點只是要宣示 在前面這些事項兩兆是並不爭執的 第二點 你剛才也大概很明確的講到說 你們也承認說770號的解釋的內容 裡面從來沒有提到說 現今逐出合併 應已具備公益目的為必要 這一點也是我們一直都認為 好像在仔細的閱讀 世字770號解釋 並沒有這樣的 全篇都沒有這樣的那個文字 也沒有這樣的意志 然後你只是後來才說 那其實你這樣來看的話 你們的意志然還是 直接是依據憲法這樣的意志 來做你們本件的請求的依據 對嗎 是 那就第一個部分 在27點這個部分是 由法院整理本案徵典 所以我方依照這樣的行文方式去解釋 那在第二個部分 的確是如同法官所說 也就是我們是針對憲法去做主張 而不是針對世字770 因為呢 名文確實沒有 所以在適用上可能會有一些困難 但是我方還是希望 懇請停上參著整個憲法的意志 師字770他其實一定程度上的揭示 對於這樣子 剝奪少數股東財產權的保障 應該要有目的的正當性 懇請停上沈卓 謝謝 被告訴訟代理人 就是針對剛才這個意象書的問題 還有這一個利益 是不是需要迴避的問題 假設這中間的這個意象書當中 沒有這一條不升法律上的拘束力 而是可以執行的 那我想請教各位 那在這個案子裡面呢 算不算有利益 關於我方認為就是厲害關係解釋 是要採取權利益物變動 如果今天雙方認為這個約定是具有效力的 那當然就會產生權利益物變動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方會認為自己其實會產生利益關係 那你要再進一步跟我說明一點 就是說這個意象書裡面 我想在商業上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意象書 或者是說備忘錄 講的都是best effort 但是best effort 在商業裡面是有一定的認知的 那假設契約的當事人之間 他有能力履約 而且沒有任何外在因素 足以排除他履約的可能 那單純的簽了意象書 說是best effort以後不去honor 他會有一定的法律上面的效果的 那所以我要再問的就是 合併之前王霞米在這一家公司的持股 是80% 因為他移轉了5% 給了這個陳大富 合併以後 因為是現金逐出的關係 合併以後 新的叢林公司 王霞米佔75%的股權 對吧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他們在意象書裡面所約定的事項 不管是增資發行新股 或者是私募可轉換公司在 王霞米一個人的股權 就決定這一家公司 將來能不能發行新股 以及發私募可轉換公司在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如果王霞米他有能力履行契約 也沒有任何因素 可以排除他履行這個意象書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這個意象書的簽訂 跟陳大富之間的 是不是具有可執行力 提上的問題是 提上假設現在這個意象書 並沒有約定君子協定的問題嗎 即便寫君子協定 即便寫best effort 假設我們意象書的 雙方當事人當中 針對意象書的內容 是有能力履行 也可以履行 也沒有任何法律排除他履行 那我們該不該履行 我方認為是不該履行的 因為君子協議就是 這只是道德上的拘束 對陳大富而言 他到底會不會產生 未來取得股份的權利物變動 是不明的 而我方才覺得就是要權利物變動 才會就有利害關係 就算今天他有履約的可能 那也是因為王霞米自身道德驅使 而非法律上的拘束 使他有權利義務 應該要給付陳大富的股份 我接著我們法官同樣的問題 在意象書裡面 第八點的約定 他說是對第三人不生效率 反面解釋是 在彼此之間是不是發生效率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約定結果 我方認為在內部的話 就是對於只是道德上的拘束 沒有法律上 這個意象書來講的話 它裡面關於將來三年之內 來講關於股權以及私募相關的利益 這個安排是不是明確 非常明確 是非常明確 您剛才告訴我就是說 他就是隨便寫一下 將來絕對不可能發生 還是說他的發生是相當有可能 因為當時很慎重的用書面做約定 何況還有百分之五股權的一個對價存在 可能的對價存在 是 這個部分可以請書上代理 幫您書上 停上好 就針對剛剛停上的提問 我想我們必須要先說明的是 剛剛書上代理人 一有提到說 就是權利義務的這個認 利害關係的這個認定 還是要採取直接具體的標準 我們這邊再向庭上重申一次 那就針對剛剛庭上的提問說 如果這個意象書沒有簽訂 君子協定這樣的名文 或者是甚至其實有簽訂的時候 我方還是認為說 當事人因為他們兩個 就是我方認為契約解下 還是應該依照當事人爭議去做認定 而在這個地方 王蝦銘和陳大復在簽訂意象書的當下 他們就是認為說 這個意象書 只是他們要再進一步磋商的過程中 先確定彼此的想法的一個文件 所以他們認為說 我方會認為說 這個意象書的解釋 還是應該要依照當事人的爭議去判斷 那今天當事人爭議認為 這個意象書他們兩個認為說 對內對外 只是一個道德上的拘束 而不會產生法律上 直接可以請求的這個效果 那針對剛剛提上 對不起 大律師 這一點就是剛才 我前一個階段的提問來講的話 你們提出來 認為對你們有利的市政來講 就是關於綠田案的判決 他的判決裡面來講的話 就是認定 因為他已經具體的一些交易的條件 所以從實質上面來講 所以當事人在開張名義講 這個意象書是不具法律上的拘束率 比你們的意象書來講更清楚 可是法官仍然認為來講 那個就是重大消息 因為他在未來來講極可能發生 那你們來講 在本案來講 約定也有具體交易面動 有交易條件 但是這是由你們提出來的 有利市政來講 來跟你詢問 謝謝廷上 就這個部分我方會認為說 因為當事人已經決定 不要有對外拘束力這件事情 雖然上廷上所提到的綠田案的部分 首先要向廷上說明 這個判決的 是一個刑事上的判決 那有沒有辦法拘束本院目前對法律見解的想法 是可以做討論的 那第二個部分是我方認為說 如果像廷上剛剛所說的 他去做很清楚明確的說明 比如說像廷上剛剛提到的 三年內要依轉15% 這個要件的非常具體的行訴 但是要件有沒有具體行訴 應該是我們雙方當事人之間 有沒有對於這個契約的明文 契約的內容做成很清楚的意思表示核制 但意思表示核制以後有沒有辦法執行 這就是另一部分的問題 所以我方認為說 他們的確對於15% 要在三年內移轉這件事情 有一個清楚明確的合議 就如同綠田案裡面所提到的 你提到合議 這個議項書來講 有沒有經過雙方同意牽涉 是錯 挺上的意思是說 本屆的議項書是王霞銘和陳大復 身為議項書的雙方主體 那他們認為說三年內移轉15%這件事情 雙方有同意也有牽制的 我想請教一下被告這邊 那因為今天本案在原告的請求部分 大概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有關股東會決議的無效 或者是被位的股東會決議的應撤銷 第二個是有關他這個費用的請求 六億元 針對第二個請求的部分 被告你們的答辯 我們從你們的書面 剛才你們的陳述 大概來看的話 你們今天是認為請求法院 要駁回有關原告 第二個部分 六億元 以及他的本席的請求 你們主要的依據呢 是認為說 你們主張你們對他們 因為他們會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然後也構成侵權行為 好 那我現在有一個很具體的一個問題 你們今天提出來這些主張 如何能夠說服我們何一廷的法官 也就是說縱使真的認定原告 由你們所描述的違反公平交易法 侵權行為的這樣的行為 你能夠如何告訴我們說 他的這樣的行為所造成的損害額度 是六億元 好像你們這個部分 沒有很詳細的說明 能不能麻煩你們補充一下 是 這邊首先請您上參考 不增值事項第12點 這個六億元的計算 是根據2018年財報 以及2019年紀報 根據我方會計師經過查證查核 之後所得出來的營業額上面的損害 所以意思是2018年年底的年報 跟2019年第一季的季報 相差六億元的營業額 是這個意思嗎 並不是這個意思 是依據我們認為 根據我們預估原本可以獲得的利益 那因此今天在原告做出這樣的行為之後 我們沒辦法達到預期的利益 沒辦法達到預期的營業額 那這部分相減之下 損失才是我方所要主張六億元的營業 跟兩個財報都沒有關係 跟有沒有會計師查也沒有關係 基本上是你預估的 但是這個預估就是根據會計師的查核 以及財報 到2018年年底的時候 你的revenue是多少 到2019年第一季結束之後 你的revenue是多少 他能查的就是這個 他沒有辦法查你有沒有 到底你少了多少 因為你2019年第一季可能比去年營業的好 也可能比去年營業的不好 但是有很多原因 那如何去確認說 就是有六億元 是是是 請停上參考不真實事項第12點 其中的第8行 這個第8行中已經提到了說 4000家與1000家的零售業者 確實是在收到信之後 才斷絕與我方的交易 那既然有了這個 那麼密接的時間連接信之後 斷絕的交易 那可以知道 之後所造成的損害 確實也會因為原告發信造成 所以這兩者之間 確實非常具有高度的 時工上的密接性 他寫有4000家收到之後 婉拒從民公司的業務機會 所以他本來就沒有跟你做生意 另外有一家 那家原本同時跟你往來的 跟中指跟你的合作 所以到底是這個損害是來自4000家的 還是1000家的 我們認為這兩個部分應該要一起去計算 4000家可能是原本我們預估可能會成長的部分 但是在他們做出 原告做出這樣的行為之後 我們卻無法進而擴展我們的市占率 或是擴展我們的合作夥伴 那這樣4000家的損害就是我方的損害 另外1000家斷絕的部分 確實是可以從財報或記憶報上的預估來得知的 所以這兩個應該要一起去考慮 好 那個我把同樣的問題丟給原告 你聽完了被告 有關他們可以做6億元本席的比消抗辯的陳述以後 跟他的理由補充以後 你們同意嗎 你們有沒有對他的陳述有沒有什麼意見想要補充 謝謝您的提問 就我方還是想要先強調 今天6億的損害是營業額 而營業額應該要扣除成本 所以今天不可以在這段時間損失的營業額 就直接推定為是他的損害額 然後接下來就剛剛對方說 就是是因為我方即興才造成這個因果關係事 別人跟他們斷絕合作關係 我方想要強調的是 其實從合併案開始 就已經知道蝦米公司的體質不佳 新聞也有報導說他們帳目混亂 然後財務長甚至在背信罪的審查當中 也就是說是不是在這段期間 除了可能有發信行為 但更有可能是因為蝦米公司本來就是一間 體質不佳帳目混亂 別人不想合作的公司 又因為是個併購案 這些新聞被爆出來 導致了這個與他方斷絕往來的這個行為產生 所以縱觀以上 我方認為他方還是沒有證明到相當因果關係 以及對損害而依然有計算錯誤的情勢 謝謝 可以對告一次 要不要補充 針對這一點 麻煩你們要不要再補充的 感謝庭上的提問 就這個部分 我們也回應一下原告剛剛提出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零售商們 在事實可以看到 零售商其實在11月17號就已經知道了蝦米公司和叢林公司幾下合併的這個消息 但是零售商在什麼時候才回信 在12月4號12月3號12月4號收到了大平台公司寄出的這個提醒的信件之後才回信 你管制了我方的交易 這就表示其實他們根本不是因為我方只要與蝦米公司進行合併 所以才不想與我方交易 是不得不受到大平台公司的這樣子的威脅之下才不得不與我方斷絕交易 謝謝庭上 所以你們假設就是如果沒有那封信那五千家公司 一千會跟你們續約 四千會跟你們簽新約 你們算出了這個六億元的一個營業了就是 我方認為說在這一千家的確是我方原本就會繼續合作的商家 那四千家的部分我方的確是沒有辦法保證 四千家全部都會為我方締約 但我方認為說在合理的推估之下 我方認為說這邊還是有造成損失的可能性 所以你可以保證絕對不到六億元 我方並不是認為絕對不到六億元 而是說這個六億元就是依照這個四千家 一千家綜合評估以後得到的數額 那這個部分還請停上 針對公平教育法三十條跟三十一條做出橫著 謝謝 剛才原告其實有提出來就是 你們要跟這個鄉民公司合併的消息就出來了 在你們計算這個六億元的這個階段 是2018年12月2日到2019年第一季也就是3月31號 但是在12月4號的時候 零百萬就已經打電話給相關人等 就是有關於他的這些利害關係的問題 這個技術併購法的這些相關的討論 然後同時他說 從林公司的公會也開了記者會 所以其實市場上已經有許多的負面消息 它開始使得你們可能除了這五千家之外 原先的這個營業的一個效率就降低了 那這些東西你們有沒有什麼證據說 它不是跟你們的合併有關 是完全都是可歸因於原告公司的一個通知行為 這邊要向庭上說明的是 如同剛剛我方訴訟代人B所說的 那既然如果零售業者在11月17號就知道 這些我們合併的消息之後 那為什麼不會馬上斷絕與我方的往來呢 而要等到原告於12月發信後的隔天 12月3號逐漸的回信斷絕與我方的往來 那這不就可以證明說其實這一切都是由原告發信行為所造成 才讓這些零售業者突然想到說 基於與原告之間的可能受到他們脅迫 或是受到他們市場地的影響之下呢 那才會斷絕與我方的往來 並不是如同像原告所說的一切都與他們無關 因為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依實接近的人來看 他們大可在這兩個禮拜內做出決定 而為什麼不選擇在這兩個禮拜做出決定 特別非要選在原告發信後的隔天 甚至是隔天之後的數天內 紛紛斷絕於我方的往來 那這一再的就可以證明說 確實我方的斷絕行為 以及六億元的損害 確實是由原告所造成的 謝謝補充 剛剛關於六億元的部分 因為從事實第12點可以看出 原告的代表人 就是因為認為我方的代表人 陳大復背棄情誼 才發出這封信 並且在信件中也特別指明被告的名稱 我們從這邊就可以認知出 對方確實有損害我方的目的意圖 如果法院認為 一千家或是四千家的交易機會 沒有辦法證明是有六億元的損害 也請庭上參著公平法第三十條 如果是因為對照的故意行為所導致的 可以請庭上著定損害比方最高至三倍 以賠償我方數了 謝謝庭上 時間到請原告先行總結 時間為三分鐘 提上好各位好 接下來進行原告方的總結陳述 我方所代表的當事人大平台公司 其實在叢林公司創立之際 需要資金需求 我們就投資了百分之二十五 在這之間持續的參與經營 然而今天叢林公司 與體質不佳的鄉民公司即將合併 其實對於我方來說 有諸多事項需要判斷這樣的合併案 那我們回到本案所主張的 我們可以知道 憲法第十五條保障財產權 在這樣的保障之下 的確司法跟商業之間似乎應該有些界限 但是就在世自七七零推出了之後 我們看到了司法的積極展現 他告訴我們 不能一味的以商業自治 來剝奪人民的財產權 更何況 我方公司更是持股四分之一的股東 以此有決定的權限 以此參與公司經營 被被告公司這樣的剝奪 依照大法官司制七七零的意志 裡面提到了 如果企業合併今天是尋求發展 並且保障程序 那當然可認識正當方式 可是在個案正義當中 我們在本件完全看不到這樣的展現 更遑論 我們的被謂聲明提到了許多程序上的瑕疵 異象書當中 他方不斷地以形式上 無拘束力 對外不生效力的條款 來說明沒有利益輸送 無關整個具體權利義務的變動 但是我們一樣回到個案 整件的事實 從一開始 百分之五的移轉 也記在異象書當中 口頭約定會讓你進入經營階層 也是雙方的合議 但他方僅僅以一條第七條 告訴我們沒有拘束力 不生效力 來告訴我們沒有利益輸送 不需揭露 難道所有的股東知道這件事情 判斷會一樣跟以前 會跟以前一樣嗎 我們其實無從得知 再來 利益迴避的部分 他方公司今天是與 叢林公司今天與蝦米公司合作 蝦米公司的董事長王蝦米 他以一次性的資金贈送給乾女兒及秘書 並且為他們投票重要議案 而今天王蝦米所持有的蝦米公司 要來併購叢林公司 由這樣的意圖來看 這樣的股權分配 究竟有什麼樣迴避 而不須適用 迴避的規定 其實我方認為有待質疑 最後最後回到公平法 他方必須負的舉證責任 有關統一相關市場 實時的以消費者的角度 或者是我方可能指明了這樣的公司 但是回到公平會的解釋 那個市場界定必須要有合理替代性 每一個判決都界定了需求與供給的合理替代性 才能夠看是不是限制競爭 更遑論今天他方在相當因果關係 以及損害數額的計算上皆不明確 就此還懇請廷上 對於我方大平台公司做出勝訴判決 謝謝 時間到請被告總結 時間為三分鐘 廷上好 以下有我被告是宋代人B 為廷上作解 首先要向廷上提醒的 本件中原告至今仍然沒有辦法說明 為什麼本件是屬於 不是基本的第三人效益的問題 而是國家高權行為的問題 而對方也沒有辦法提出說 為什麼我們要將市自770號解釋 意旨導入在本件當中 接著我方接著 就我方目前的 我方今天戰場上主要的爭點去做論述 首先本次的合併要完全是符合 市自770號解釋的公益目的 以及民法72條公序量所抑制 因為我方的代表人 陳大副始終致力經營叢林公司 使叢林公司體質健全生育良好 說到合併案的提議後 也是再次的確定 陳大副也是深知 只有合併案可以延續品牌價值 而且還可以提升市占率 我方無非就是希望可以提升公司的競爭力 然而 遠告卻惡意指摘 我方是為了侵害股東的權力 提起本次訴訟阻攔合併案的進行 這不但破壞了合併的美意 更是惡意的干擾商業經營決策的行為 我方對此感到非常的遺憾 其次 意象書沒有利害關係 其實是不需要揭露資訊 利害關係的解釋 應該採取直接具體的 成立物關係變動為標準 因為資訊揭露的本身 並不是一味的追求詳盡 而是在揭露的本質上 也要去探討揭露的目的 以及目的手段間的關聯性 遠告主張的 遠告主張的意思 似乎是高舉的資訊揭露的大旗 無限上當 第三 吳小哥和趙萍萍其實都不是需要 都不是受到王霞米所控制的 因為王霞米是基於情誼 而贈與吳小芬、趙萍萍兩人 兩人不但是自己擁有鼓勵 而且在一般的議案中也是自己行使表決權 只有在特定重大議題的時候 因為知道自己的知識不如 霞米公司或王霞米不足 所以才去委託兩人行使表決權 這一切的一切 都是一般的股東在行使自己權利的時候的情況 所以他們兩個的對股權的行使 根本與王霞米是無關的 遠告的指摘其實是一種憑空益測的行為 第四 明白官恰恰就是在我方即將與 蝦米公司合併的時候 發信提醒這些領袖業者要留行約款 信中不斷的去強調違約的效果 使這些領袖業者感到非常的害怕 而不得不與我方斷絕交易 遠告發現目的顯然不是為了維護什麼 市場上的良好競爭 目的就是處處針對我方 窮其所能的破壞這次的合併案 庭上 我方是奠定台灣經濟基礎的螺絲釘 始終兢兢業業 期望能為台灣的社會貢獻自己的經濟所長 成為未來中小企業的最佳夥伴 然而在我方堅持守法 非常努力的情況之下 遠告還處處針對惡意的詆毀我方 我方對此已經無所適從 肯請庭上橫著 我方的所作所為都是在合法合理的情況下 謝謝庭上 比賽結束 全題請起立 請裁判主席就整體表現進行評述 姚老師 吳老師 還有 顏律師 還有詹律師 還有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學大家好 其實剛才思宜說 請這個裁判主席講評 這個非常的不敢當 今天在場有這麼多學問比我還要好 然後上場經驗可能也比我還要好的老師存在 所以我們剛才在台下有先約定好 這一段的這個講評時間 我們是由五個人共同來擔綱 那原則上 這個是我是扮演那個拋磚引玉的角色 因為左看看 右看看 到底誰比較像磚 實在是覺得好像就是不才區區 兄弟在下的最像那個磚 那希望等等我的這個報告完了以後 拋出了這個磚以後 能夠引到更有價值的這個 對各位同學的這個發言 或者是教授的這個指導 今天非常有緣 從上就來評紀電軍 然後到下午評快亞軍 我跟姚思遠教授 我們是認識多年的好朋友 從大學時代 我們就去報名參加那個打綠杯的辯論比賽 我們雖然不同的學校 但是在辯論場上 我們就曾經坐在對面 那如果真的要講說 從那個年代到這個年代的話 我真的覺得 非常內心的最深的感受是 同學們比我們當年參加辯論比賽的同學們 都要進步 都要有成就 然後當然這個理念 可能牽涉的問題是 但現在可能是因為 資訊的流通比過去更加的方便 所以同學可能要取得資料 會比我們更簡單 但是我背後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資料取得簡單 讓你能夠擁有更多的資料 表示現在的同學 比起我們當年參加辯論比賽的同學 要更累 為什麼 你要閱讀的資料 絕對比我們當時應該要去閱讀的資料 會更加的多 所以今天不論是早上的紀電軍的比賽 還是剛剛下午我們所看到的 冠亞軍的比賽 我個人的感覺是 非常的敬佩 我們這四隊的同學 你們真的表現得非常的好 那也誠如 早上好像有一位評審有一個提到的說 但是我們這個是 李綠杯的模擬法庭辯論比賽 畢竟它還是一個辯論比賽 跟真正的法庭活動會有所差異 我舉個例子來講 最大的差異會在什麼地方 你可以想像說來到法庭辯論的時候 會有說原告你今天只可以講八分鐘嗎 如果你今天任何一個審判長 敢給原告講說 我給你八分鐘的時間讓你去講 你再試試看 超過八分鐘以後 你是真的要制止他嗎 還是說 你就不准再講 你不准再提出新的攻擊防禦法 你試試看 絕對不可能 換言之 我覺得李綠杯 模擬法庭辯論比賽 他帶給我們同學的是 我們拿一個真實的案例 而且經過了非常多的資深的律師 共同去開會去研討 他題目的設定的公平性之後 然後希望大家用這樣的一個題目 跟我們當年來比的話 我們當年辯論題目大概就是什麼 強姦罪 是否因廢除告訴乃論 死刑應該廢止 這種可以什麼 純粹的是磨練 個人的靈牙力齒 但是沒有在真正具體個案上 或者是具體的資料的收集上 能夠有更進一步的交鋒的 這樣的題目來看的話 我參加了李綠杯的評審工作很多年 我始終是覺得非常敬佩 能夠辦李綠杯的這些同仁 他們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精神 投注在題目的找尋 然後題目的設定 因此我也要恭喜 今天無論誰拿到了冠軍 那麼任何一隊來共同來參加這個 李綠杯法庭模擬辯論比賽的這個 每一個同學 我真的覺得是你們非常的幸運 我知道你們準備的過程會很辛苦 事實上在很多年前 我還在成大兼任老師的時候 我也帶領過成大的隊伍 來準備比賽 我特別講喔 那一次成大並沒有得到冠亞祭奠 但是我陪同那幾位同學 過頭在準備的過程的時候 我把我自己的經驗 我把我的想法 都有告訴他們 然後我也發現 同學真正在準備比賽的過程 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你們的辛苦 我絕對可以體會得到 因為即便是用李綠杯這樣的 模擬法庭的辯論比賽的方式 來準備一場法庭的辯論 我也曾經帶領了成大的同學 確實的具體的 完全的參與這樣的一個過程 體會到他的辛苦 為什麼要一開始就講這些呢? 其實我記得某一次在評審的過程 當最後評審結果出來的時候 我看到有某一對同學哭了 我真的覺得是 如果說哭了是代表對自己的否定 還是哭了是代表對裁判的不公平的抗議 我真覺得是很可惜 因為實際上 如果你真的哭的話 你應該哭的是 我們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準備的一個過程 終於有了一個 讓人感動的結果而哭的話 我覺得那個眼淚是值得的 好 那因為畢竟還是要提一下 我們整個這樣的整體的 這個比賽的這個部分 那可能我這邊也順便把 早上從激甸軍一直到冠亞軍 我所看到的一些問題點 想要提點出來 大家可以再去反思一下 我們常常在準備一個法律議題的辯論的時候 我們會過度專注在實體法上 但是別忘了 你真正的把這個議題拿到法庭上 要進行活動的時候 別忘了 除了實體法的觀念之外 還要有程序法的觀念 所以我在從激甸軍開始 我就花了不少的時間 在問原告訴之聲明 然後為什麼是先輩位的關係 然後為什麼你的假執行 到底他的假執行生性的範圍是多少 是哪些範圍 然後被告我還記得激甸軍那一場 然後被告方還有提出反訴 然後我又去追問 你的反訴到底你的主張是什麼 你的反訴的主張跟你本來的抵消的抗辯 到底有什麼差異性存在 我覺得在整個過程 讓我感覺到的是 縱使同學們的反應 可能立即的就能夠接受 因而依據我的這樣的產明 能夠做一個正確的一個更正 或者是能夠引導 而來做一個正確的更正 反應的程序可能它的程度不一 有的反應比較快一點 有的反應比較慢一點 但是我有發現 其實同學都能夠follow過來 尤其是冠亞軍這一場 我好像能夠保留的程序問題 只剩下一開始 一個很小很小的問題 只剩下說 到底原告的書面的聲明裡面的 所謂的假執行公擔保 本件運工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 你到底你的擔保宣告假執行的範圍 基於哪一個聲明的部分 因為實際上在第一項的請求 不論是有關公司的確認它的決議不存在 不效 或者是它撤銷它的決議 這個並沒有假執行的問題存在 事實上在這個問題點上 我也看到我們的命題單位的苦心 它為了避免 避免這個紛爭 成為大家在訴訟中的存在 所以它其中有一段有提到說 已經 原告已經申請假處分 而且法院也准許假處分 已經執行了 其實為什麼要提這一段 你可以發現 這個涉題這一段 在兩兆辯論中 都有提到這一段 那我要講它是有意義的 因為我一看屏幕就知道 它是要告訴兩隊的隊友 當你在處理今天這個問題的時候 不要再去思考 要不要假處分的問題 它已經成為定案 已經定在那個地方 已經被遵許了 已經公擔保了 也已經假處分 也已經被執行了 另外我想這邊可能來提一個 好像大家常常 在我看到的紀電軍跟冠亞軍 都有發生一個小小的一個瑕疵 萬亞軍算尤其有一點點明顯 就是當裁判會問到 比方說原告方哪一個問題的時候 常見原告方會說 這個問題我請我方的哪一位律師來回答 當我們的裁判 我們的評審或者反觀問到 被告方哪一個問題的時候 那一位被問的這個被告也說 這個問題有關這個問題 我請哪一位來回答 其實我個人是認為 如果純粹從一個辯論比賽的立場的話 這樣的現象盡量避免發生 為什麼盡量避免發生 我個人會認為 我們在準備一場辯論比賽的時候 不是把今天三個爭點切割為便是一負責爭點一 便是二負責爭點二 絕對不是這樣的用意 我們真正的用意是希望 三個同學都能夠共同討論 甚至包含他背後的幕僚團 換言之應該是討論了之後 大家有了共識以後 換句話說 重點是三個人的共同討論 而且達成共識 共同去研究 事實上這種情形 我個人會覺得 最好是能夠避免這樣比較好 因為如果這樣的頻繁出現的話 其實會讓評審一個 基本上對於該答辯者 會打上一個問號 你是不是根本對於這個便題中的某一部分 是不夠清楚的 另外我還想講到一個共同有看到的一個狀況 我個人會覺得準備一場辯論比賽 尤其是像這樣法庭活動的辯論比賽 我在今天早上就有提過 比較好的方法是 把你們的論點全部提出來 你的聲明提出來 支持聲明的主張全部條列出來 條列出來之後 自己內部要去看 這一些可以成為你的主張 可能在強度上有強有弱 你要先假設 既然它是一場辯論比賽 你的發言的時間是有限的 在有限的時間裡面 你要表達最大的效益的主張 要不要把某些 可能遼備一格的主張 可能遼備一格的攻擊防禦方法 予以捨棄 你經過這樣子的 進一步的第二層次的 再去過濾你自己的論點之後 你們所得出來的結果 真正上了法庭 它才是扎實的 換句話說 而不是講了一些 好像表面上洋洋灑灑 我有十大理由 但真正掐指而算的話 你的十大理由之中 有九個東西 其實好像不是很好的理由 而真正好的只有最後一項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 應該要把你的火力著重在什麼 真正好的那個理由 那當然你書面是可以停 但是既然發言的時間有限 你就不要再用你的發言時間 把你的書面全部再鋪陳一次 其實你可以這樣講 我的主要的理由就在哪一個部分 這樣子 它也可以達到口語傳播的效果 加深裁判者對於你這個議題 你的認知 你的立場 你的論點架構 加深他的印象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難免 或許你們在辯論比賽場合裡面 你的對照辨識 並沒有提出這樣的問題 但是如果曾經在假想敵的過程裡面 曾經可能存在這個問題 你們都會去面臨一個問題 是面對這個裁判所提出來的質疑 你要怎麼樣做一個最有力的回答 我們可以假設兩種情形 第一種是謝謝裁判的提問 關於您這個問題 我的想法是 講了一大串 結果到最後講到後面 你的重點是什麼 裁判都已經忘記了 所以我以前 我記得我在帶成功大學同學的時候 我都會先去分析 哪些是你的最有力的論點 哪些是你的致命傷 致命傷就是可能是你最容易被攻擊的一個 最弱的地方 那麼針對你的致命傷 一定要先想好一個 一句話到兩句話 這樣的強烈的回答 換句話說 這個能夠達成共識的話 只要一touch到這個點 那個強烈的那個回答 就能夠怎麼樣 立刻就能夠浮上檯面 當然這樣的強烈的回應 可能沒辦法講得很詳細 但是你先把標題推出來 標題推出來之後 再請裁判 我再稍微詳細的闡述一下 針對這一點 為什麼我們認為是這個樣子 可是在不管是今天的濟澱軍 還是在冠亞軍的過程 我們有發現 尤其是評審提出了一些 非常關鍵性的問題的提出 我相信你們已經經歷這麼多場的戰役 已經到達了冠亞濟澱軍的話 應該那個問題應該曾經被提出過 如果曾經被提出過 據我好像也問過其他參與過昨天的評審 也有被提出過 但是有些隊伍就有準備 這一回就會答得更好 但是有些隊伍依然顧我 還是原本沒有好好準備 現在依然還是沒有好好準備 這一點我就個人會覺得 它是有點可惜的 在得分上 它應該也會去影響到整個 隊伍比賽的進行 我今天請就 因為實際上 對於真正它的實體法上的真實的分析 還有跟它的論點的闡述 我相信在座其他的每一位教授 能力、學問都會比我好 所以我今天拋磚引玉 我就先拋磚到這邊 我們接著再請下一位教授 我們就請閆律師 剛才法官講得太客氣了 它如果是一塊磚的話 也應該是一塊很大很大的磚 拋出來我們都不太好接 那我覺得就剛才法官所提的部分 我就不再重複了 我只是說我今天來參加這個評審 從祭奠軍到冠亞軍 那我看到了一些事情 我覺得我在祭奠軍的這一個場次裡面 我也提醒過各位同學 就是語速跟語調其實是一個關鍵 那其實不管在任何場合 即便將來你要從事律師的工作 你是訴訟律師、非送律師 或者是公司的法務 你的語速跟你的語調跟你的表達方式 都會不知不覺的影響聽眾 所以這一點我在祭奠軍的講評當中有提起 那我在冠亞軍的這一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發現兩隊表現得都不錯 都不錯 其實有注意到語速跟語調方面的這一個 這個tempo 我們說的tempo 因為你要讓你的聽眾聽起來舒服 才願意去聽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一個訓練是很好的 不管將來我們從事任何一樣工作 這都是應該要做的訓練 那我從四隊的這個表現 我自己在回想說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可能也都沒有辦法做這樣子的一個表現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難得的一個機會 那大家在這邊學習 我覺得領域被我自己的觀察 重要的是除了法律的爭議的討論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藉這一個機會 同學們可以自己自我訓練 除了表達方式以外 其實各位其實在你的一言一行 或像大家今天都穿著正式的服裝 服裝的穿著服裝的禮儀 其實也可以從小就開始學習 這個東西是我們過去在台灣是比較少做的訓練 那不管我們喜歡或不喜歡 我們是一個在將來的這個商業的場合裡面 我們必須要做這樣子的一個打扮穿著 所以這一個如果在從小就養成習慣的話 那將來其實會省掉各位一些 細節上面的一些注意 那再來就是我覺得從這樣子的一個訓練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可以自己去了解到 像這樣子的一個案例事實當中所發現的這一些問題 我們將來在從事法律工作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去避免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因為訴訟是最後的手段 如果能夠在訴訟之前 我們都經過這樣子的一個訓練 跟這樣子的一個自我的一個要求 可以發現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可以避免將來更多糾紛或訴訟的產生 其實我覺得這是除了在辯論的過程當中的訓練以外 我們在其他的方面也應該可以藉由這樣子的互動 自己去學習或者是觀察其他的同學 或者是觀察這個評審的老師 或者是其他任何的一個跟我們在一起互動的人 我們都可以從中間學習到我們可以學習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場合 也非常非常的難得有這個機會 那我就說到這裡 各位在座的專家學者還有我們的同學老師 大家好 我想我首先要表達對所有參與同學的敬佩 雖然大家現在臉上表情都不是很愉快 這個大部分的同學都已經遭遇到了一些敗擊 然後冠小軍的兩個隊伍也不知道誰贏 所以這些情緒非常緊張 這個是必然的一個現象 只是讓我們講話有點講不太下去了 看到大家沉重的表情 我記得大概幾年前吧 這個有一位政大的老師 我就不說他的名字了 他跟我說過好幾次 他說他慶幸他已經到了我們這樣的一個年紀了 他說如果他晚生個幾年 跟現在的法律系的學生競爭 那真的是太吃力了 今天看到也昨天在做評審的過程當中 看到了許多同學的表現 我個人覺得非常敬佩 不光是我在你們這個年紀可能做不到 現在這個年紀由於體力的關係也沒有做 也可能做不到 剛剛這個王法官提到我們大學的時候就認識了 比賽一定有勝負 今天的比賽必然需要分出勝負 但是那個時候我解決的辦法就是 我們在大專業比賽輸給了王法官他們的學校 於是非常不服氣的我們就自己辦了個比賽 然後我們就自己找了裁判 然後順利取得了冠軍 所以我現在跟王法官屬於1比1 我屬於1比1 但希望將來不會再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個人覺得在整個過去的參與 不論是面倫比賽或者是模擬法庭的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包括其他的一個學習的一個場合 我個人覺得挫折很多時候是我促進自己成長的一個最大的動力 不論是自己的挫折或別人的挫折 當然看到是從別人的挫折之處來學習是感覺好一點吧 但是自己的挫折如果夠多 其實你也可以避免自己未來犯下同樣的錯誤 所以我會期待各位同學就是在這次的比賽結束之後 可能不必去多想你為什麼取得了勝利 可能你要多想一下你為什麼會在比賽當中遭遇到一些挫折 或者你就算取得了勝利你要去想想你獲勝的那個過程當中 你的對照輸給你它的原因是什麼 你從這些挫折從這些錯誤當中去學習 絕對比你對於成功所取得的這樣的單純的一時的成就感 你的獲益會多了許多 那麼在我個人的我也延續一下這個閻律師剛才所說的 在我過去的個人的培養自己法律能力的過程當中 我在Law School畢業的時候 我在找律師事務所我只找訴訟律師事務所 因為那個時候確實覺得我們在從事法律活動 尤其是如果想要從事這種非送的這樣的一個律師 你可能必須要知道訴訟是什麼情形 你才會知道你的契約如果你的不夠好不夠周全 可能會遭遇到什麼樣的一個後果 那麼模擬法庭事實上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訓練過程 我同時在過去在尋找工作的時候 也記得一再得到一些老師們的建議 他告訴我們說你在培養自己的時候 律師事務所或者未來從事法律事務工作 他們有注重兩個非常重要的基本能力 一個是你的法學資料收集分析的一個能力 另外一個是你把你所分析收集的一個資料表達出來的一個能力 那麼今天我想在這邊看到兩對同學的表現 在這兩個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的突出的 再次的表達對各位同學的敬佩 不單純只是恭喜而已 這是一個個人的一個感覺 那麼如果說我們要對同學們的這個表現做一下建議的話 我們今天應該是不會對太多的實體的部分來做討論 因為這些所有的這些主題其實都有相當多的爭議 如果不是本身有爭議的話 也就不會放到這邊來機會大家做一些討論 各位同學應該覺得有不清楚的地方要回去問您的老師 問問他這到底是這麼一回事 但是無論如何就模擬法庭的這個活動而言呢 當他牽涉到一個這麼高壓的一個表達法律能力的一個環境 你自己的主題意識要清楚 我所謂的主題意識就是你認為 就如同剛才王法官所說的 你認為在本案當中堅持什麼是對你最有利的 你就應當把它作為一個核心 萬變不離其中的 總是要往那個核心當中要拉回去 不要被法官或者被對照的辯士給拉走了 你一旦被拉走了 就後面的同學就會被你連累了 不知道該如何彌補這些可能的一些漏洞 所以三個同學在進行這個辯論的過程當中 首先必須要建立共識 就是我們這個共識的意思就是 我們的主要的核心的爭點是什麼 針對這個核心爭點 我們的主要的利潤是什麼 這是共識 另外一個就是對於所有的事實 所有的法律關係也要有共識 在如王法官剛才所說的 你說我們提出來的問題 然後同學說我們有另外一位辯士來回答 其實會對你至少在團隊的協調部分 分數上面會產生影響 這個是必須要絕對避免的 就算你真的不清楚 你要想辦法回答 然後不足的部分 我們的辯士在未來可以再做進一步的補充 這些其實都是在學習 你面對劣勢的時候 你不可能在你未來的法律生涯當中 永遠居於優勢 你隨時要準備你居於劣勢的時候 該怎麼辦 所以核心觀念的建立 劣勢的一個狀況的一個應對 都是你們在準備現在的 未來的法律工作的時候 可能都必須要去重視 我們常常在講 在學談判的時候 我們說integrated negotiation 我們說整合性的談判 也就是不可能契約的每一個點 都是我方必須堅持的 所以它可能有對我最重要的 在其他之點我可能可以作為讓步 而那個讓步可能就會是一個 我現在把它做了讓步 那我在我認為比較重要之點 你或許就應當要多給我一些空間 這個概念並不完全相符 但是在你們選擇你們的這個 主要的論述依據的時候 它應該是一個考量的重點之一 那麼我個人以為 在這個法律能力的培養過程當中 今天我對各位同學覺得 你們應該恭喜自己的 就是我們法律能力其實是暴露萬象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最大的痛苦就是我發覺 我的一半的知識不足 對於歷史、對於文化、對於經濟 對於會計的知識的不足 那麼這些知識的不足 其實都是應當在我們實際解決問題的時候 要順便學習的 像今天碰到很多的問題 有關於憲法的這個違憲審查標準的問題 有牽涉到這個營業額 到底是不是可以計算的問題 如果你們發覺這是一個你們不知道的領域 你們可能就必須要透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去好好的去學習、去了解 但是無論如何 所以你們的一地而處 在我不要說二十多歲的時候 可能在三十歲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有各位同學的今天這樣的一個能力 所以你們的一個表現 不論勝敗 基本上都是應該要給自己鼓掌的 謝謝大家 我覺得 聽你們辯論 比我們的講評來講 應該是更耳切 我覺得是不是大家都太嚴肅了 我沒有想到是這麼嚴肅的一個場景 大家放輕鬆一點 好像我們現在在等待 那個唯一的冠軍出現 出現 沒有得到冠軍 好像我們全部都 全部都好像應該要失望 其實不是 我想各位來參加 這麼多隊來參加來講 本身已經是非常優秀了 就像我們都到了這把年紀的評審 在不同的法律工作職位上面 我們覺得你們是優秀的 每一隊都優秀 雖然我們不是每一隊都能夠有機會參與 我相信你們是優秀的 但更好的就是說 我延續剛才 王老官還有前面幾位 那參加這一場 這一週的辯論過後來講 我相信你們其實是更好 那譬如說我是大學聯考裡面來講的話 第一次用測驗題 你們如果知道來講 當然我們都差不多 以前大學聯考像歷史、社會科 它是不用測驗題的 你們很難想像 是生分題的 我是第一屆 所以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考這個考出來 我到現在還記得 我歷史的哪一題錯了 其他我都忘了 對的我全部都忘了 我知道哪一題錯 那是複選題 五個答案裡面來講要選兩個 我多選了一個 出來來講我翻書了 我就知道錯了 錯了 我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的失敗 或者講更負面一點是 你的傷痕 會讓你來講記憶更好 這個會讓你更強 所以我想你們每一隊來講的話 經過了這一次的這個 辯論比賽之後應該是更好 從這一點來看的話 你們都是贏家 沒有人是輸家 所以 不要以為我們這邊有冠軍等等 我想這個都是在一個過程當中來講的話 大家都有學習 我想這可能是主案方來講的話 舉辦這樣的這個 所謂模擬法庭的辯論在他的宗旨所在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來講的話 因為他是模擬法庭的一個辯論 其實我本身來講有一點疑惑 到底是扁辯的技巧占的比分比較重呢 還是說法學論典 真正在法律上面 在一個案子進到法院的時候 來講他的書狀 跟他的延遲辯論來講 從法律的爭點 跟他的依據 相關的理由 哪一點比較重要 其實我也有點迷惑 但是我覺得這裡應該是一個平衡 是一個平衡 但是在過程裡面來講的話 我是個人是覺得 因為他是一個模擬法庭 你的主張來講 絕對不能打高空 是花拳繡腿 出虛招 講到這一點呢 我個人有一點小遺憾 我覺得來講的話 主辦單位其實花了很多工夫來講 做了一些事實 跟不爭執那些事項來講 他其實安排了 每一個都有攻擊點 也有防禦點 但是我看各隊來講的話 我參與兩場 不能講到所有的層次 我發現來講 越道後面來講 當怪養軍他又會用 其實裡面還有一些來講 是沒有用到的 是有點可惜 那他是一個法庭的工房 雖然用辯論的方式來講的話 這個場景 他基本上是一個法庭 所以我覺得 就是剛剛王馬關所講的 可能同學們來講的話 在消化這個 所有的這個工房 就是支點的時候來講的話 就是你要很清楚 自己要很清楚 不要樹葉 不要外面的殘枝敗葉都不要 你的樹幹來講的話 你要把它把握好 然後你要去模擬來講的話 當一個攻擊來的時候 你是怎麼閃躲 或者說你就頂上去 你的標題話語 剛王馬上講的 幾句話 非常精簡的來講 你是處理這個 其實辯論就是 你怎麼處理 對方對你的攻擊 甚至來自評審的這個結問 我想這個都是在過程裡面 我覺得來講 同學們在這一點上面 還可以加強 但已經很好 已經很好 不能潑這個冷水 那另外一點 第三點來講的話 像昨天那一場 跟今天這一場 關於這個 其實這是一個客觀合併 兩個訴訟的客觀合併 關於公平交易法的那部分 來講 關於六億元的損害賠償的主張 我覺得可能 原被告來講 都沒有那麼清楚 都沒有那麼清楚 也就是營收 跟利益之類的獲利之間 在損害賠償的主張上面來講 到底是以哪個為準 那被告方我剛問的時候 你不要難過 這樣你回去就找答案了 你一定會找到正確答案 我不要告訴你答案是什麼 你是硬碰硬的 直接講就是說 我認為是這樣子 其實那個答案是錯的 那你回去找找看 你回去找 我相信你一輩子 不會忘掉 這說明什麼呢 說明同學的財經的基礎知識 身為我們在法學院的教育裡面 其實還不夠 還不夠 你進到一個 將來畢業之後 到了職場上面來講的話 你都要學 你都要學 這是我們在 身為法學教育者 其實這是我們的責任 很可惜 你們的財經知識 或者說相關於 因為法律 你不能選擇 當事人的這個案件的 從某一面來講 從個案事實來講 你是不能選擇的 剛開始其實你在學習 你要成為海綿一樣 盡量去吸收 去應用 那這一部分來講 是我們法學教育裡面 目前欠缺的 如果藉由這樣的辯論來講 整個辯論題目的設計 我特別要講一下 這一次的選題來講 跟整個事實的安排 其實是非常好 這個案子來講 其實太多的層面 太多的問題來講 是可以去探討的 那我們身為法學教育者來講 有老師們 尤其我們關於 財經法的學者來講 在這方面 其實有很多的討論 很多的討論 第四點我就簡單講一下 就辯論上面 如果從法律上的攻防上面 其實你們可以 就自己有利的部分來講 應該再挖深一點 在這一點上面 我覺得可能可以再加強 比如說 因迴避未迴避 那個部分來講的話 不要只引了一個法院的判決 對我們法院來講 目前法律上的判決 你去看 他就引了 對自己有利的某一個判決 勾下幾句話 他就去應用了 那其實 對於這幾句話裡面 對個案裡面 他更深層一點的應用 就像辯論一樣 其實在我們的判決書裡面 其實是 我覺得還是可以去加強 可以去加強 我沒有時間去講 你譬如說 你對於那個 那個 因迴避 迴避 那 講到那個利害關係 去分析這一點 如果他沒有迴避的話 因為控制的關係 他產生來的 應該迴避 沒有迴避 產生的法律效果是如何 這個東西反過來 去說明來講 這裡有利害關係 可能 你的論點會更強 結果會不一樣 你們去整理 因為你們還好 我問了一下 你們正反 都可能去抽到嗎 所以你們都有準備 這一點來講 你挖下去 比你憑空去引一句話 說直接 或者什麼 然後 後面底下來講 就空掉 沒有實質的論理 也沒有套到來講 個案的具體事實上面 像這個來講 我覺得 是可以去 將來來講 可以去考慮 各位同學 在你人生的 法律人的過程當中 可以去補強 或者加強 這以上 我們建議 謝謝 各位老師 法官 還有各位同學 我在理律十年 今年是我第一次參加 理律杯的評審 那 我的第一個感想就是 希望主辦單位 明年還要繼續找我來 因為我真的覺得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發現現在的學生們 大家的程度 研究的精神等等 真的都是非常優秀 真的比我們當年來講的話 不管是這個視野方面 論述的完整度 然後臨場的反應 我想都比這個 我們當年來的 好的很多 那我想這個理律杯呢 能夠帶給大家的一些東西 不光只是說 你現在在現在的這個場合 然後你去做你的深論 你所從裡面學習到的 辯論賽等等應有的技巧 但我想更重要的應該是說 在你參與的過程中 從你報名的那一刻 從你開始拿到題目 你研讀這個東西 你去這個做相關的研究 然後大家一起討論 你從中間不僅是獲得的一些 可能你已經學過 或是沒有學過的法學的知識 更重要的是說 一個實力的題目呢 可以讓你了解說 當將來你在面臨到 實際上的狀況的時候 你打算如果你是這個案子的 不管是當事人 在事前當事人 你打算怎麼樣去規劃這樣的案件 以及在事後 如果這裡面臨到糾紛的時候 你要去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我們今年選這個並購的題目 當然是因應說 770式字解釋的出來 所以把這個題目的每一環 都扣得息息相關的 那這裡面的這個問題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可能也不是三言兩語 一定就是能夠說完的 而且說基本上 它是沒有確定答案的東西 當然有一些的是 因為先天上設計的關係 有一些答案會比較明顯一些 不過大部分的題目 大部分的真點 都不會讓同學們有辦法 就是說找到一個明確的答案 而沒有任何的相反的 argument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 最重要的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日本能夠帶給你什麼東西 你除了這些研究討論之外 你得到這些法學知識之外 其實回過頭來 我要呼應幾位所說的 在我們實務上最重要的一個 當然因為我們今天的題目是併購 我自己的併購律師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其實每一個法律系同學畢業之後 你應該都要有具備基本的法律研究 法律分析 法律論述的能力 我想這些都是最基本的東西 你要進到一個律師宿所工作 這也是你最基本必須要配備的 但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想要從事的是跟商業法律有關的 基本上你一定要會會會計 這個我想這個是最基本的東西 第二個呢相對之下當然你的語文能力要好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就是說 你如果你的中文能學習好的話 你的英文應該也不會太差 我覺得其實語言能力表達能力 professional的language跟你一般的英文能力 是不同的不同的英語能力 我可以說日常生活的英語能力非常差 但是我的專業的英語能力非常好 我覺得這個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那回到我們這個題賽本身的面向來講 因為呢我想前面幾位評審們也都針對了 你們的辯論技巧啊 答題的論述的能力 有一些給你們一些鼓勵 那也分享了一些人生的經驗 那因為我本身年紀不是這麼大 所以我可能沒有辦法跟你們分享到 太多的這方面的經驗 但純從一個併購律師的角度來看呢 我要傳達的一些觀念就是說 你今天看到的這些東西 在學術的研究上面是有意義的 也就是說在學校裡面 我們會希望把簡單的問題 像設計這個題目一樣 把它複雜化分成很多的面向 讓你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探討這個事情 然後不會給你一個標準答案 可是呢在實務上呢我們會反過來 我們希望說要解決這件事情 我們會把各種不同複雜的事情 我們希望它能夠盡量的簡單化 而且盡量的能夠把這個 這件事情呢不需要等到之後 讓當事人有紛爭的時候 能夠去解決這個 才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回過頭來 學校裡面不斷的去看法條 不斷的去應用法條 但回歸到實務上 最重要的其實都不是那些法條 最重要的是說你合約到底寫了什麼東西 不管是對於訴訟律師 對於非訴訟律師而言 第一件事情你回去 你得看你的合約寫什麼 所以我今天才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這個併購流程 一貫走下去的時候 你到底有沒有一個合約在那裡 那我想那位同學也非常的 他應該對於法律也非常的了解 他就說有的這個 在合併的合約當中 合併的合約是我們 股東會的Narkis裡面的必要的一環 所以當你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就覺得人贏加分了 確實你對於法律 對於這個實務上的運作 是有了解的 那就是說我們合約怎麼設計呢 才會使得以後這些問題 通通不會發生 事實上對於實務的工作者 是最重要的 也是對於你們現在在學習 你不光只是學法條 那因為我們的法學人 缺少的訓練其實是 我們沒有任何Drafting的訓練 我們沒有針對這個 以後你在實際上會遇到的問題的時候 訓練你 你搞合約等等的能力 因為Drafting其實是一種專業的技能 那如果你念的是美國的法學 JD Jewish Doctor的教育 它基本上是一個職業的訓練學校 它基本上在教你的就是三年內去教你 除了這些法學的概念之外 教你如何運作實務的工作 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教你怎麼寫合約 你必須出來的時候 你就是會寫這些東西 我們在實務上往往看到的時候 不是你們現在所看到的一些事實 真理把你真理的 每一個都真理得很完整 而是你必須去從無道有當中 你可以做出一個 比如說數十頁 甚至我們常看到併購合約 可能也復健等等是上百頁的 而且這些合約絕對不是你們 寫碩士論文的時候用十四個字 然後中間扣很大格的 我們基本上都是十一十二的字 然後是密密麻麻的一個合約 每一個內容 基本上都是雙方互相去 經過了這個 negotiation當中得到的結果 所以我要回頭來講 就是說 我覺得今天選這個併購的題目 這個非常好 但是呢 更深一層的應該是說 這中間告訴你們更多的事情 是我們要如何預防這些 紛爭的發生 然後呢 你們在學校可以更增強的能力 應該是你要去 如果你有志走實務工作者這條路的話 更增強的是 你如何去加強你其他方面跨禮域的能力 以及加強你寫作的能力 那這些問題其實提出來 我們禮律所設計的這些問題 當然是經過很久的討論 很多律師的心血結晶 我們已經刻意把它設計成這個樣子 但其實這些事情 理論上 其實我們真正在做的時候 它是不應該發生的 我們會用一些方法 就是在合法的範圍內 怎麼樣去 我們其實跟各位講一個觀念 就是併購這檔事 在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樣的 它在全世界各地所運用的這些方式 模式等等都是類似的 只有在不同的法領域裡的話 你會需要不同的律師幫你做當地法規遵循的規劃 不然的話其他的概念上是一模一樣的 那如果各位對併購的案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參加我們有一個私募股權基金協會 他們每一季都會辦一個併購課程的訓練 那它特別offer了同學們五位是免費的 其他人報名是蠻多錢的 它的課程大概是兩到三個月 你們可以去參考一下私募股權基金協會 可以去上這個課程 我覺得這個課程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覺得本來我剛剛講的是說併購在全世界各地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你要遵循的這個model基本上是類似的 重要的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你去執行的時候 這個遵循這個當地法規 然後可以去避免我們像剛剛這個題目中所達到提出來的這麼多的問題 這些事情如果通通都想到的話 其實你其實是不會被告的 關於在這個叢林公司跟蝦米公司 我們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設計說 如何去squeeze out零百萬 然後呢而不會被告 那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能私底下可以再交流一下 那回過頭來就是希望說 我家也代表我們領域法律事務所 真的很感謝各位同學來參加這個東西 也希望你們真的能從這個領域杯當中 獲得的不只是法律的知識 然後希望能夠讓你們這個研究跟研讀題目等等這些的知識 希望能夠開展你們的視野 然後也希望你們呢就是說 比如說對於食物的有興趣的話 可以這個更多方位的去發展你們該有的跨領域的能力 那我就先直到這 謝謝 謝謝 裁片的講評 本場比賽到此告一段落